这怎么可能 堂堂极品圣兵混沌圣队传承了十几万年的至宝 竟然被林浩一脚给踩碎了 柳无风简直难以置信 但此刻的他已经顾不得想这么多 因为在混员仪器中被林浩踩碎的一刹那 神像虚影已然出现在他头顶上方 这头神像虚影足有万丈高大 屹立在哪 就好似天巨兽一般震慑四方 林浩抬起双手 双臂一挥 梦 妾 这神像虚影猛然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嘶吼 一提塌下狠狠踩他向柳无风的脑 轰隆 整座混沌圣地都摇晃起来 而柳无风则是凄惨的惨叫一声 身体瞬间倒飞了出去 扑吃 一大口鲜血从他嘴里喷出 而他的肉身更是在遭受了这恐怖一塌之后 整个肉身寸寸炸碎 甚至连他的神魂也在此刻出现了军裂的痕迹 仿佛下一秒钟 他将神形拒灭 混蛋 你竟敢毁我肉身 我要杀了你 柳无风疯癫一样的咆哮起来 肉身被毁 他至少要用上百年时间才能将之恢复如 动 不仅如此 就连他的神魂也跟着受损 如果不能完全恢复的话 他甚至有可能永远无法突破到大圣之上 也就是传说中的圣人王靖剑 这对柳无风来讲 绝对是毁灭性的打击 但零号起会里他这些话语 只见神像虚影再次踏破虚空 一脚踏下 狠狠地踩向柳无风 破 这一脚下来 柳无风再次狂喷一口鲜血 他的神魂也因为这一脚崩溃开来 如同狂风中的萤火一般 随时都会魂飞魄散 不不 不行 这混蛋的实力太强了 逃 必须要逃 念及于此 柳无风一咬牙 猛然捏动法觉 其身体瞬间消失 顿入虚空之内 想跑 太晚了 零号眸子一闪 根本没打算放过他 伸出手掌 朝着他逃跑的方向 轻描淡血液 抓 刹那间 一只虚幻的弥天大手印 凝聚而成 手掌四周 由无数道阴阳二气环绕 犹如上苍之手一般 带着滔天气焰 直接抓向虚空某处 上苍阴阳掌 轰隆隆 只见零号的大手 竟然穿越层层虚空 一下子便出现在虚空某处 接着一扯 便拽住了一道神魂 正是逃跑的柳无风 眼见零号竟然抓住自己的神魂 柳无风顿时惊慌尖叫 不要 圣祖救我 柳无风立吼道 浑身法力运转到极致 想要摆脱掉灵无这虚幻大手 可惜这大手却死死禁锢着他的神魂 让他丝毫挣脱不掉 掌教 这时 不远处的圣地长老 看到这一幕 皆是脸色一变 刚想冲来营救 但就听零号冷哼一声 锅躁 轰隆 一股磅礴气势爆发 这些刚迈步准备冲过来的圣地长老 瞬间感觉自己 像是被泰山压顶一般 纷纷吐 零号目光冷漠 扫视这群圣地长老一眼 右拳一握 咔嚓一声骨骼翠响接着 一拳砸落 碰 一连串的爆炸声响起 只见混沌圣地所有的长老 全都化作漫天血舞 当场死亡 这一拳的威力 简直恐怖如斯 只是一拳 便把几十名圣地长老全部轰杀 唯独留下一堆残枝断海 做完这一切 零号目光冰寒看向柳无风 这目光让他顿时觉得心底发寒 宛如坠入酒忧 圣祖救我 柳无风惊恐地尖叫起来 此刻他的神魂已经快要支撑不住 眼瞅着就要彻底魂飞烟灭 而这种情况若持续下去 不超过三细功夫 他必定会神魂俱灭 就在柳无风惊恐尖叫的时候 忽然 一阵低沉飘渺的话音 从远处虚空传来 大胆 伴随话语落下 林武猛然抬头望向远处虚空 古扑天盖地 充斥苍穹 宛如洪荒巨浪一般的可怕气势 瞬间降临下来 紧接着 只见一名须发揭白的老者 缓慢走了出来 此人相貌普通至极 一袭粗布麻衫 背负着双手 站在虚空之上 就好似他是这片虚空中的主宰一般 而且他的身上 还时不时环绕着屡屡混沌气流 使得整个空间都产生了紊乱 圣祖 圣祖救我 看到这位老者出现 柳无风激动得差点没哭出来 赶紧求救 这老者不是别人 正是混沌圣地现存最古老的一位老祖 纪山河 废物 纪山河瞪了柳无风一眼 接着 他转过头 目光森然地盯着前面林浩 很好 我混沌圣地自创建至今 从来没有在谁的手上 吃过如此大的亏 你是第一 今日无论如何 你都要死 花音落下 就见到他伸出枯瘦的手掌 朝着林吴狠狠拍落 轰隆 天塌地现 日月暗淡 只见一条条雷霆锁链 凭空浮现出来 眨眼间缠绕在林吴周围 宛如铁链囚牢般 让他无法动弹 与此同时 这天地之间的雷霆规则 瞬间被李山河改变 乌云密集 滚滚压迫而来 天空中 电闪雷鸣 一道道紫色电蛇划过天际 让这天地一片昏暗 林浩紧盯着他 尤其是在察觉到 他身上散发的浓郁混沌气息时 眼底深处充斥着杀鸡 他心中的怒火 早已沸腾到极致 混沌写在纪山河身上 该死 这老东西真该死 怪不得这老家伙 一直不肯露面 原来 他刚才在炼化混沌血 老东西 你该死 林浩双目微微通红 一字一句 声音宛如来自九幽地狱般 无比冰冷地说道 哄 下一秒 只见林浩背后 一道巨大黑影 浮现那尊黑影 宛如恶魔将士 遮蔽天空 滚滚乌云压下 一尊百丈高的争鸣神像 漠然出现在虚空之上 鸣神法相 他仰天咆哮 一爪探出 咔嚓 争鸣的爪子滑破虚空 仿佛要将世界一切全都撕碎 一下子便将济山河 施加在林浩身上的禁锢 给震碎粉碎 而那双黑色利爪 更是以催枯拉朽之姿 直奔着济山河抓去 雕虫小剑 济山河嘴角露出一抹讥笑 他伸手虚空一挥 一道灰色符纹 从他袖袍飞出 迎风暴涨 刹那间化作千万重符纹屏障 那些符纹屏障 足足有万米宽厚 扩散而出 轰隆隆 整个虚空站立起来 而名神法相的利爪 更是在这符纹屏障之上 出现道道裂痕 区区捏出法相罢了 也想妄图毁无符纹屏障 可笑 济山河冷哼一声 又是两指掐绝 刹那间 那符纹屏障 立刻再次增多 一层又一层 每增加一层 名神法相的利爪 就要被挡住一分 不过饶事如此 名神法相的攻击 依旧犀利无品 哪怕被挡在外面 但依旧让人毛骨悚然 仿佛随时随刻 他们都会被这法相撕裂 接下来 老祖就让你见识见识 什么叫做真正的天地之威 哄 突然天地一亮 只见济山河身上的混沌气息 陡然间再度提升数倍不止 他单手掐绝 口中念念有词 紧跟着就见虚空之上 骤然间凝聚出来 一座巨大的八卦盘 这八卦盘 悬浮于济山河的头顶 散发出耀眼光芒 宛如太阳一样 仔细去看 八卦盘上 明映了密密麻麻的奇异花纹 这花纹繁复至极 根本让人难辨真假 随着济山河一指点出 这八卦盘开始剧烈旋转起来 一股恐怖至极的威压弥漫天 爹 混沌八卦图 开 随着济山河一声抱贺 那悬浮于半空的巨大八卦盘 轰隆隆旋转起来 刹那间 整片天地都被那八卦盘搅动的天翻地覆 而后 那八卦盘之内的阴阳鱼急速旋转 形成两条巨大的能量漩涡 那漩涡带着毁灭性气 吸 直接朝着灵浩碾压来 这股气息 已经完全超越了大圣境 乃至更强 甚至已经隐隐接近了圣人王境界的趋势 灵浩抬起头 看着呼啸席卷而来的阴阳鱼漩涡 身上的气势骤然暴涨 神像镇玉镜运转到颠 疯 他身后的那尊名神法香 猛然拔高到数千丈之高 浑身缭绕着滚滚黑气 犹如魔神一般 祭山河在他面前 渺小得如同蚂蚁般 眼前这一幕 震撼了远处的东荒众多势力的强者 所有人都呆呆看着这一幕 不敢言语 只见 当那巨大阴阳漩涡即将笼罩灵浩时 灵浩终于动了 只听一声怒吼响起 灵浩浑身血气挣腾而起 右手握拳 下一秒 名神法香悍然一拳轰杂而出 砰 锁过之处 虚空炸裂 整片虚空竟然被这一拳打穿 形成一个黑漆漆的空洞 无尽的虚无刚风 从空洞之中涌现 那些虚无刚风 宛如利刃一般 割裂虚空 朝着四面八方蔓延 就连虚空都承受不住这一拳之威 被打得出现一丝丝军裂 宛如蜘蛛网一般扩散 砰的一声 名神法香的这一拳 赫然砸在那巨大的阴阳于漩涡之上 顿时 一股肉眼可见的能量涟漪 疯狂肆虐 顷刻间便横扫方圆数万里的范围 那些站在远处围观的修士 被这股冲击波给震慑 纷纷惊呼一声 蹭蹭倒退 而后吐血不止 这冲击波横扫而出的时候 那济山河也被震得倒飞不止 身上衣衫裂裂 等他停稳脚步 脸上的轻蔑之意消失殆尽 取而代之的却是满脸骇然 圣足 见状 一直被林浩捏在手心的柳无风 也是瞳孔一缩 忍不住惊讶喊出来 林浩冷哼一声 郭躁 随着他话语说完 就见林浩猛然一把捏爆柳无风 碰 一声闷响传来 柳无风的神魂 都在林浩的恐怖距离之下崩溃 化作漫天飞烟 彻底泯灭在了天地之中 看到柳无风死了 那济山河眸子中寒光一闪 杀气滔天 好胆 今日老祖必斩你 说吧 就见那济山河猛然伸出双臂 其手掌之中 瞬间凝聚出一个巨大无比的阵印 这阵印成灰色 刚一凝结而出 便让此地的灵气变得紊乱暴躁 同时还有阵阵混沌气息 从那阵印之中释放出来 而且那种混沌气息 似乎比他身上所散发的 都要浓厚 阵印凝结而成 济山河猛然仰天一声长笑 而后那道阵印便朝着天幕狠狠杂去 刹那间 虚空扭曲 一层层的空间波纹荡漾出去 而那阵印则像是一颗陨石 带着恐怖的破坏性能量 朝着灵号落来 这阵印太过霸道 以至于 在这一瞬间 连周遭的虚空 都承受不住这阵印的威压 产生了裂 狠 望着阵印砸下 灵号眸子微眯 但没有任何惧怕 他将体内的力量 全部灌注到那冥神法相之中 随后一柄幽暗长矛 出现在法相手中 这杆长矛 足足有十几丈之长 一出现便立刻引起天地一响 冥神之矛 而后 就见灵号举起冥神之矛 朝着那袭来的阵印 猛地投掷而去 吃拉一声 冥神之矛刺出 撕裂空气 瞬间与那阵印撞击在一起 轰隆 一阵剧烈的暴鸣之音响起 紧接着便见天空中 两道能量交织的光芒 绽放开来 两者相撞 竟然在虚空形成了两团蘑菇云 那蘑菇云冉冉升起 遮蔽苍穹 将整个东荒的天 空 都染成了黑红之色 扑哧 远处观战的东荒各派强者 在这两股强横的能量碰撞之下 齐刷刷口鼻喷血 被那能量连衣 冲击到饶氏那些实力稍弱的 更是被震得当场死亡 连惨叫都未发出 直接掩灭在虚空中 好 好强 乾坤圣帝一名老者 望着祭山河跟零号对决造成的余波 惊骇道 是啊 这二位 哪怕是放在中周 恐怕也算是顶尖级别了吧 另外一名老者 也赶紧附和到 其余人文言 全部点头称是 要知道 圣贤和圣人王可不是在一个层次的 圣贤竟在东荒算是强者 可在中周就不一定了 但圣人王不同 因为圣人王境界的修饰 无论是在中周 还是其余四域 那都是跺跺脚 都可以阵战一方的 存在 就在众人谈话间 远处的战斗愈发激烈 每一招每一事 都牵扯虚空之中的能量连衣 那些能量连衣 就像是海水一样 汹涌澎湃 哄 只见名神法香 紧握着手中长矛 再度挥舞而出 林浩紧接着欺身而上 生死换灭雷法引动酒 消神雷 配合林浩一同攻向对方 斗战天一拳 五行变化灾 天堂神拳 各种武器神通纷至踏来 让人眼花缭乱 恐怖的树法光滑 淹没了整个天地 祭山河所施展的 郑印在这一刻 终于抵挡不住林浩的各种武器神通 咔嚓嚓的碎裂之音 传遍虚空 就见那阵印在林浩的攻击下 寸寸粉碎 最终在半途中崩溃消逝 而林浩的拳影依旧不减 继续轰杀向祭山河 祭山河脸色大变 他本以为 凭借自己突破圣人王境界的修为 镇压林浩绰绰有余 可没想到 对方的攻势竟然如 此凶猛 简直超出了他的想象 此刻看到林浩的攻击再度袭来 祭山河咬了咬牙 猛然祭出三道青铜符咒 那三枚青铜符咒 形状酷似三座古朴沧桑的大山 每一块都如山鸾一样 沉重无比 尤其是当祭山河祭出之后 这三座青铜符咒 竟然彼此环绕一起 形成一个三角形的图案 混沌三才山 取义于天地人三才之道 三山环抱 形成天地大势 乃是一件绝世宝物 此山一出 顿时整个天际的风云 仿佛都为之一镜 甚至连周围的虚空 都被镇压了一般 这三山就如同天地一般 牢不可摧 镇压 祭山河怒吼一声 那三山之中 漠然出现了一条条锁链环绕 朝着灵号镇压而来 第一山 人山镇海 轰 一座山岳 如天塌地线一般 从高空压向灵号 那座山 仿若真正的山 带着浩瀚威压降临 让天地都暗淡下来 人山镇海 镇的是混沌海 所谓的混沌海 乃是存在于世界之外 宇宙虚空之中的能量流动之海 在这海洋里边 充斥的都是毁天灭地的混沌之气 故而得名混沌海 又称星空之海 即便是圣贤镜强者 也无法安然无恙地穿越混沌海 所以 这人山之能 就是取益于此一山出 混沌坪 人人皆可渡 人人皆可灭 面对那压迫而来的人山 灵号目光一寒 随即右手猛然朝着前方一指 名神之矛 嗡 长矛之上再度燃烧起漆黑火焰 一股恐怖的地狱煞气从那长矛之上弥漫而出 名神之矛一经催动 整个虚空都被搅动起来 无数道阴森鬼哭狼嚎之音响彻 仿若千万厉鬼 齐齐嘶吼咆哮 林浩操控着名神法香迟矛而起 一步踏入虚空 这一步 就是跨越百丈距离 名神法香 速度极快 眨眼已到人山进前 而林浩手执名神之矛 一枪刺出 砰 一声闷哼传出 只见祭山河召唤出来的人山 瞬间被名神之矛给硬生生刺穿 那人山之上 赫然露出一个窟窿 人山就算再坚硬无比 可正混沌海 但在守护地狱的名神面前 脆弱得犹如纸壶 一击 名神法香 仅仅只用了一击 那巨大无比的人山 顷刻间崩裂坍塌 化作废墟 烟尘滚滚 下一刻 名神之矛携带着滚滚魔艳 朝着祭山河胸口扎去 见状 祭山河不慌不忙 手中不断捏起法绝 召唤出其余两座山 第二山 地山震剑 第三山 天山震倒 两山齐出 宛如泰山倾斜 朝着那名神法香直接压落 一左一右砸向名神法香 其内蕴含的力量远胜人山 轰隆隆 两山碰撞 爆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声 连这片空间都隐隐有些扭曲变形 零号的名神法香 被狠狠地撞退束步 身上更是散出无尽磨焰 似要将周围的空间都焚烧掉 好 哈哈 今月 必斩你 祭山河大笑 双手掐绝 顿时两侧大山上面出现密集震纹 零号冷哼一声 一边操控着名神法香 一边将浑身气势暴涨至巅峰 他没有躲闪 双手飞快结硬 顿时 一股恐怖至极的力量骤然出现 瞬间就将方圆万里的天地切割开来 诸天神意 此印讲究的是 破碎一方天地规则 达到自立为神的效果 同时以自身的真气凝聚出一方神 印 印上刻画珠天二字 镇压一方天地 使得上苍无法再掌控此方天地的规则 换句话说 在这片被切割的天地中 零号的意念便是天意 便是大道规则 任你再强都要受制于此 杀 零号一眼吐出 那破碎的万里苍穹中 突然浮现出一个金色的沙子 言出法随 这是我心及天心 无意及天意 天意之下 任你是谁 都难逃天的惩罚 轰隆隆 苍穹上方 一个金色沙子坠下 狠狠压向祭山河 见状 祭山河脸色微变 他感觉到一种危险 猛然操控着天地人三山抵挡 碰 金色沙子落下 瞬间便将祭山河祭出的天地人三山 给轰成粉碎 然后继续震压来 扑斥 祭山河嘴角一血 身子倒射出去 满脸骇然 他再也没有之前的轻蔑与狂妄 望着那屹立于虚空中 身披名神法袍 宛如魔神一样的灵 好 他终于害怕了 该死 怎么会 他竟然拥有着如此逆天的神通 不可能啊 他明明如此年轻 怎么可能会这般强大的神通 一时间 祭山河心投惊怒 他实在搞不懂 眼前的灵浩 分明修炼岁月还未超过三十载 他到底哪里学的如此逆天的神通 甚至比自己苦练数万年 才辛苦创造的天地人三才山 都要厉害 老东西 受死 灵浩站在虚空中 意念一动 无尽规则之力 笼罩向祭山河 那一刹那 祭山河感觉全身上下的法力运转都停滞了 不 祭山河感受到变化后 苍老的脸上出现惊恐之色 他不甘地怒吼道 这不可能 老祖 我修炼了十几万年 就不幸敌不过你一个小娃娃 说话的同时 祭山河不断燃烧着体内的混沌血 使得他身上的气息开始发生了变化 呼噜噜 忽然 一阵气血沸腾的诡异声音从他体内传出 仔细看去 那祭山河的皮肤表层开始鼓胀 一块块青筋抱起 整张脸庞变得扭曲争鸣 紧跟着 他的瞳孔之中开始泛红 原本的黑白二色变成血红 就连眉毛 胡须都染成了血红 颜色 当然 最令人震撼的还是 此刻这祭山河的气势 竟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节节攀升 下一秒 虚幻的身影 那尊身影的面容看起来十分模糊 但却充满了古老气息 唯独那血红色的瞳孔 却让人记忆深 可 伴随着这身影的出现 一片血红色海洋也跟着出现 这 这怎么可能 远处 来自太玄圣地的长老 在看到这一幕时 瞳孔皱缩 脸色逐渐变得惨白起来 血影苦海 竟然真的是传说中的混沌血 不是说这种禁忌血脉 已经灭绝了吗 怎么可能会出现在祭山河的身上 听到他所说的话 引得其余众人侧目 纷纷看了过来 他在说什么呢 什么混沌血 怎么从来没听过 众人心中疑惑地想到 而那名太玄圣地的长老 根本懒得解释 只是抬头盯着祭山河身后的虚幻身影 一副惊骇表 请 另一边 灵浩在看到那血红色海洋出现的时候 也是眸光陡然剧烈收缩了一下 混沌血异象 只见那虚幻身影 缓缓抬起手臂 手臂伸展 像是握拳 动 一声沉闷的声音响彻天际 虚影一拳轰出 仿佛整个世界都只有这一拳存在 天地间充斥着一股无与伦比的恐怖权势 轰隆隆 权势横推八荒 所过之处 天地震荡 这一拳打出 四周空间站立 无穷无尽的空气在那拳风之下爆炸开来 紧接着 天地规则与权势碰撞 整个苍穹都好似崩溃一个硕大无比的空间裂缝 突然撕裂开来 而后就看到 天地在摇晃 大地在震荡 苍穹瞬间被打穿了 啊 一道七粒惨叫从天空上传来 轰隆 全是在天地规则面前 如同纸壶一般 两者碰撞在一起 顷刻间 全是寸寸崩散 然后就是第二道 第三道 一道到天地规则出现的刹那间 那血红色的全是直接被崩碎 紧接着 那尊虚幻身影的手指 又朝着天空点出了一指 一道足足千丈之宽的血盲 轰鸣而来 带着毁天灭地的恐怖威压 轰隆隆 天崩地裂 巨浪翻滚 那恐怖无比的一指 再次将这苍穹给打爆 天空坍塌 空间裂缝蔓延 整个苍穹都在那攻击之下崩碎 一个个漆黑的空洞浮现在天地间 宛如恶鬼的眼睛一样 让 人胆寒 五行规则划地为牢 四方接风 三百六十度 全方位覆盖住那尊虚幻人影 阴阳规则化作囚龙 将这尊虚影囚困在那 时间规则 形成一条条的锁链枷锁 束缚着那道虚幻人影的一举一动 雷霆规则化作漫天闪电霹雳 朝着那道人影轰鸣砸下 火焰规则 熊熊燃烧着一片片火海 朝着那尊虚影焚烧 欲要将其稍微灰烬 无穷无尽的天地规则 尽情宣泄而下 与那尊虚影交织在一起 而那血色虚影 却是在这规则之中 傲力苍茫 万条天地规则之链 那些天地规则 如熔蛇一般缠绕在他的双臂上 使得绽放出夺目的光芒 给我死 怒合声从灵浩嘴里咆哮出来 下一秒 那漫天天地规则 齐刷刷化作无数条皮链长矛 铺天盖地朝着那尊血色的虚影纱 去 这一刻 仿佛世界末日降临 无边无际的沙伐气息 席卷整个天地 令得所有围观者心神惊颤 而也就在这时候 一股极端可怕至极的力量 漠然间出现 只见那尊站立在半空中的血色虚影 猛然间抬头望向 苍穹 紧接着 一股毁天灭地 震慑九天十地的滔天气息 瞬间弥漫巴荒 枪 随即 一道血色剑气冲破云霄 划过苍穹 咔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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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终 在众多围观者骇然的目光注视之下 那血色剑气 竟然斩碎苍穹 粉碎了无穷无尽的 规则之力 直接斩到了那灵号身上 碰 一声闷响传来 血色剑气落在灵号身上的刹那 只见他皮肤表层 突然泛起一阵淡金色的光芒 光芒之上 还隐隐出现了密密麻麻的古老符文 像是战袍一般 包裹住灵号的躯体 挡下了这致命一箭 诸神战袍 神像这欲进最强防御之法 施展此法之后 犹如获得诸神守护般的战袍 万法不清 而当血色剑气 落在那诸神战袍上的时候 那金色光芒 只是剧烈波荡 却并未彻底消失 反倒是那笔血色剑气 却因此 被抵消掉不少的力量 逐渐暗淡了几分 灵号目光冷漠地看着眼前 这尊血色虚影 意象又如何 你以为就凭区区一道意象虚影 也想保住你的狗命吗 做梦 说吧 灵号再度挥动双拳 漫天拳应飞舞 那无穷拳意 再一次化作一条条粗壮的天地规则之恋 朝着那道虚影袭击而去 轰隆隆 无穷无尽的规则之恋 轰鸣而至 但是 那道血色虚影的周围 一道道璀璨血色光滑 像是屏障一样 不断地阻拦住这些规则之恋 更加诡异的是 每当灵号发动攻击的时候 那道虚影的双手便会快速掐绝 而后那原本已经变得暗淡无光的血色剑气 竟然重新恢复了颜色 血色再次充斥满这片天地 甚至连那无穷无尽的规则之恋 也像是受到了某种刺激一般 竟然变得越发炽热和汹涌 血色在不断地凝聚中 竟然慢慢化作了实质 一把把血色长剑悬浮在虚空之上 那些长剑每一把都闪烁着森然血芒 宛如真的血剑似的 上面流淌着毁灭性的能量 消消消 一共72把长剑 全部悬挂于那血色虚影的身前 散发出滔天见微 该结束了 纪山河低沉吼叫一声 下一秒 那悬浮在虚空的72把血剑 忽然疯狂地朝着灵浩传射过去 72道血色剑影 好似化作了漫天与木 遮挡住了天地 遮蔽住了一切 给我破 灵浩怒吼 拳头钻紧 猛然踏出一步 刹那间 他浑身的肌肉骨胀而起 青筋暴露 浑身骨骼发出噼啪作响的爆炸之音 而那些围绕着他的天地规则之恋 在此刻则变得更加强大 更加恐怖 灵浩一步踏出 一声暴鸣 灵浩这一拳直接穿透虚空 硬生生撕裂开一道口子 然后在无数围观修饰惊骇的目光之下 他这一拳 竟然狠狠砸在那72把血色长剑之上 砰砰砰的巨响爆裂声中 那一把把血色剑影瞬间溃败 虚空中的血色虚影 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 但很快就又稳定了下来 而灵浩在砸碎了这72把剑影之后 他的身躯没有丝毫停留 再次跨出一步 朝着那尊血色虚影 悍然轰去 轰 恐怖拳刚如同一座大山 轰击在了那道虚影的身上 刹那间 那道血色虚影身躯一震 而后竟然出现了一丝军烈的痕迹 灵浩一拳接着一拳 砸落在那道血色虚影的身上 每砸一拳都发出剧烈轰鸣 而且那虚影身 上的军烈痕迹就多了一丝 咔嚓 咔嚓 虽然仅仅只是简单的肉身碰撞 但那种汗天动地 催枯拉朽般的权役力量 却依旧让整片仓穷战力没过多久 血色虚影身上的军烈痕迹越来越深 到后来 整个人像是承受不住灵浩这种强悍 的力量一般 竟然轰然崩溃 哄 伴随着一阵剧烈的爆炸声响起 那尊庞大的血色虚影 直接化作一道道血色烟尘 飘散在这片天地之中 哗啦啦 没了血色虚影的坐镇 上方的苦海异象开始发生剧烈颤抖 一朵朵浪花 开始出现涟漪 而后那些涟漪越来越大 越来越凶残 到最后竟然化作了一个漩涡黑洞 吞噬掉周围的一切 甚至就连灵浩身处的那片天地 都被那个漩涡吸收 形成了一个恐怖的吸扯力 将灵浩往那 漩涡之内拖拽 苦海震动 毁天灭地 灵浩抬起头望着苦海 感受着那种毁灭性的力量 正在靠近自己 他脸上不悲不喜 没有惧怕 更加没有愤恨 相反 他目光冰冷地盯着那漩涡黑洞 下一刻 他缓缓抬起双手 手掌朝着虚空一抓 煞时 一双巨大的虚幻手掌 顿时凝聚在天空中 这双巨手 足足有百丈之宽 时而带着滚滚雷霆 时而带着浩瀚法则 时而带着滔天煞气 在出现的一瞬间 一股恐怖无比的威压 骤然从天而降 轰的一声 落在苦海两侧 天堂神拳最高境界 上仓之手 上仓之手一共有九招 每一招的威力 都巨大无穷 每领悟出一招 自身的真气 都会大幅度地得到提升 抑制亘古不灭 雄心万丈绝世 霸气好 汉凶精 而且秉承无上天意 林浩如今使出的 赫然是上仓之手的第二招 毁灭 这一招极其刚猛 所谓毁灭 乃是要让天塌地陷 要让日月崩灭 就在林浩施展出上仓之手 他身上所散发的威势 更是节节攀升 如鸳四海 那股磅礴的气息 仿佛要撑破这天地 破 随着他一声爆喝 他那双巨大的上仓之手 直接按在了苦海边缘之上 咔嚓 双手用力一扯 整个天地 都仿佛跟着摇晃了起来 那原本笼罩在苦海之外 那密集恐怖的无数锁链 竟然在此刻纷纷断裂 而后化作了点点星 光 洒落在大地上 苦海 开始干涸 无数的血红莲花 也在此刻凋零 这偌大的苦海意象 眨眼间竟然消失得干干净净净 远处围观的众人在亲眼看到这一幕 皆是忍不住倒吸凉气 这 这也太可怕了吧 这等神通秘书 完全超乎了他们对于修士的认知 这还是人吗 扑斥 祭山河嘴里喷出一口鲜血 整个人围抿了一截 这两重异象被毁石所造成的反噬 让他原本就受伤的身体 如今更是雪上加霜 套 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否则等待他的 只有死亡 他才刚融合混沌血没多久 未来的成就 绝对不只是圣人王境界 有机会突破准地 甚至是传说中的大地境界 若是现在死在这里 那岂不是得不偿失 祭山河心思急转 当即化作一道流光 以最快的速度冲向远处 想走 晚了 林浩目光阴寒 望着那逃顿而走的祭山河 身形一晃 立刻追了上去 他的脚下 有一道道淡紫色的电蛇游荡 他的身形几乎如闪电一样 飞略向祭山河 该死 该死的家伙 祭山河扭头看了一眼 身后紧追不舍的林浩 满脸怒火 心里不断咒骂道 转瞬间 他就来到数千里之外 但身后 林浩却越来越近 尤其是此刻 林浩身上的杀意 已经浓郁到了极致 见状 祭山河看了看四周 忽然咬紧牙 一把金色的长枪 凭空出现在他手中 这把长枪上 有龙银虎啸之声 响彻天地 同时 一条金龙虚影 盘旋在长枪上方 栩栩如生 圣兵 而且还是尚品圣兵 去 祭山河将那把长枪一挥 顿时 那金龙长枪宛如活物一般 带着金涛骇浪之势 朝着林浩呼啸次来 吼 长枪次来 金龙咆哮 带着毁天灭地的力量 啪 林浩伸出手 硬生生将那杆长枪 给抓在手心 然后一用力 狠狠捏碎 当看到这一幕 祭山河满脸惊恐之色 我去 直接徒手抓捏碎圣兵 这还是人吗 滚 都滚开 他惊恐万分地 朝着前方大叫道 只见在不远处 东荒各大势力的人 正聚集在一块 完全挡住他的去路 马德 一群白痴 挡在老祖面前做什么 轰 突然 一股恐怖的威压 瞬间出现在他们头顶上 然后天空顿时暗了下来 众人抬头望去 瞳孔骤然一缩 林浩此刻已经来到他们上空 无尽雷芒涌动在手掌之间 凝聚成一只巨大无比的巨手 这巨手遮天蔽日 像是一座大山般 狠狠地朝着这些修士覆盖而来 轰隆隆 不好 快 快逃 疯子 这家伙就是个疯子 众人脸色大变 一个个仓皇逃窜 但林浩的攻击 怎会让他们如此容易 就躲避得掉 刹那间 那只遮天巨手便狠狠地拍打下来 砰 砰 砰 十几名圣贤竟修士 根本躲避不及 被那巨长拍在脑袋上 肉身炸开 神魂都被拍碎成渣 快退 快退 所有人都被吓坏了 赶紧疯狂后撤 他们此刻恨不得多长两条腿 可惜 已经迟了 林浩则是目光冷冽 站在半空之中 右手抬起 再次朝着下面一按 哄 一股毁天灭地的力量 又出现了 人群中 一些实力在大圣境的强者 脸色大变 随即咬紧牙 直接燃烧体内精血 至于其他修为较弱的人 则是没有那么幸运 啊 救命啊 谁能告诉我怎么办 我不想死 饶命 我 惨叫哀嚎声中 又是十几个修士当场惨死 连尸骨都没留下来 全部烟消云散 死得凄惨至 急 那些侥幸存活下来的 哪怕修为再大圣境 也全部都是狼狈至极 浑身上下衣服破烂 头发凌乱 一个个的身体 止不住地颤抖 拼命朝着四面八方逃跑 生怕林浩一个 不高兴 就会过来取了他 闷得性命 不 饶命 无量老道 玄苦和尚 救我 救我啊 祭山河一边怒吼咆哮着 一边抬起手臂 一道 道血雾从其体表涌现出来 很明显 他是要燃烧自己的精血 以求脱困 不过 林浩岂会给他机会 就在他话音喊出的一刹那 一股滔天煞气 漠然从林浩体内暴涨 那种感觉 像是一尊魔神降临 我说了 你今天必死 伴随着这句冰冷至极的话语 响彻而出 那漫天煞气 化作万丈剑气 猛然从林浩指尖射出 展在祭山河的身躯之上 扑斥 祭山河浑身俱阵 一口鲜血从其口中喷溅而出 不 我知道错了 饶命啊 无量 玄苦 你们不是一直在好奇 为什么阴阳圣地会被灭吗 这一切都是他做的 至尊骨 他身上有一块至尊骨 祭山河经据至极地嘶吼出来 他的身躯像是筛康似的 在疯狂地颤抖着 他之所以选择将这件事情说出来 主要就是想借刀杀人 毕竟 无量 玄苦等人的身份都不平凡 他们都是来自东荒的顶尖势力 而且他们都拥有大圣经的修为 如果肯出手救他 哪怕只是拖延片刻时间 或许他就不用死 甚至找到一丝机会逃走 他不想死 他才突破到圣人王境界 他有大把的机会 还有未来 甚至他还可以继续进步 突破准地 乃至大地 听闻此言 无论是无量老者 亦或者是玄苦和尚 还是那些正在疯狂逃窜的修士 都齐刷刷地朝着灵浩 盯了过来 至尊骨 灵浩的身上有一块至尊骨 这个消息 让所有人都身躯为之一阵 至尊骨 他们在听到祭山河 说出至尊骨三字时 全部都停滞下来 包括无量老者和玄苦和尚 他们的双眼之中 闪烁着璀璨夺目的光滑 至尊骨 这可是传承自太古的宝贝 据说乃是大地至尊 在死后所留下来的一块海骨 如果能得到它 参悟其中的大地法则与奥秘 足以使自己的修为 提升到一个难以想象的地 不 这可不是传说 毕竟人族历史上 就曾出现过 数位拥有至尊骨的天骄 他们到最后 都顺利成为了大地 在这一刻 众人的心中全部火热起来 纷纷抬眸 死死盯着林浩 但却不敢轻举妄动 因为林浩刚刚展示出来的战斗力 简直超乎常理 堪称是恐怖 林浩自然感受到了 他们投注在自己身上的贪婪眼神 可却没有理会在他眼里 这些不过是一群土鸡娃狗 随手就能捏死的蚂蚁罢了 所以 他并没有搭理 而是将目光落在了那祭山河的身上 感受着林浩冰冷至极的目光 他顿时觉得 如同坠入深渊寒枯似的 全身瑟瑟发抖 林 他微微张开嘴 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 林浩便忽然一直点出 嗡嗡 顿时 一道无形波纹 凭空乍现 伴随着这波纹的出现 一缕缕诡异气流 仿佛穿越虚空一样 静直缠绕了祭山河的整个身体 周围隐约出现一尊尊古老的神灵虚影 吟唱诸天 诵读神文 林浩施展的赫然是 大圣祭 万神祭祀 主宰赐福 于冥冥之中 招引诸神虚影 将世间一切进行祭祀 奉献给无上主宰 一旦施展大圣祭 被当作是祭品的生灵将无所遁形 无论什么手段都弃不到任何作用 而祭品所有的一切 包括修为 气韵 功法 皆被炼化成俘虏之帽 奉献于无上主宰 若在此时施展神魔封印封印在各个俘虏之中 便可以使用这些俘虏的力量 当然了 这里的无上主宰 赫然指的是林浩本人 下一秒 祭山河的修为 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急剧萎靡下去 眨眼间 就从圣人王境界 跌落到大圣六阶 而且还在急速衰竭 该死 我的修为 我的修为怎么会这样 不 不要 林浩 放过我 只要你饶我一命 我愿意归顺于你 永世为奴 祭山河满脸绝望和恐惧 他不想失去好不容易得来的一切 文言 林浩目光淡漠地看着他 放过你 你联合阴阳圣地 挖我妹妹至尊骨 愁他混沌血的时候 怎么没想到放过他 现在求饶 晚了 林浩也懒得多费口舌 继续催动大圣祭 几个呼吸过去 祭山河的修为 再次急剧缩水 从刚才的大圣六阶 一直掉到大圣一阶 圣贤五阶 圣贤一阶 真黄静 随着大圣祭的不断持续 祭山河的修为 逐渐从体内被抽离出来 在他面前凝聚成一张张符 鹿 不只是修为 就连他体内的气血 所修炼的功法都被剥离出来 这种剥离 就仿若抽丝剥茧一般 慢慢将其分解 再加上祭山河本身 就已经重伤垂微 很快 祭山河的身体变成了干湿 皮肤褶皱 头发脱落 整个人瞬间苍老千岁不止 温温 一团拳头大小 通体血红色 充斥着混沌气息的血液 呈现在林浩的面前 不远处的众人 目光闪烁地盯着这团血液 就在他们好奇 这是什么东西的时候 祭山河给出了 答案 不 我的混沌血 我不甘心 林浩 我诅咒你 我诅咒你不得好死 你的下场绝对会比我还惨 老祖我就在下面等着你 哈哈 祭山河不断惨嚎怒吼道 但是 却无济于事 林浩听着他的咒骂 脸色淡然 骂我 呵呵 下一秒 他手指微微一动 咔嚓 啊 祭山河脸色一变 一根根带血的肋骨 被硬生生抽了出来 紧接着是四肢 脊椎 不过短短半盏茶功夫 祭山河已经彻底变成了一滩肉迷 唯独胸腔那颗心脏 依旧还在跳动 做完这一切 大圣祭也没有停下来 继续在林浩的身体周围进行着 祭山河的气息渐渐消散 被大圣祭吸纳进了俘虏之中 融入了林浩的体内 林浩眼神冷漠 他的身体逐渐变得庄严神秘 仿佛一尊来自天界的主宰 周围的虚影神灵越发清晰 他们身披华丽的神衣 带着华贵的神官 身上闪烁着绚烂的光芒 浑身散发出澎湃的神威和 无穷的力量 哄 一声巨响 祭山河的气息终于全部消散 一具软啪啪的尸体 直接倒在地上 而在林浩面前 悬浮着一张张 散发着古老波动的浮露 他们如同沉睡已久的神灵一般 发出微弱而神秘的光芒 每一张浮露 都凝聚着祭山河曾经的修为和力量 仿佛是他过去辛苦修炼的见证 林浩的眼神无比冷漠 手指轻轻地触碰着其中一张浮露 嗡嗡 立刻 一股强大的能量涌现而出 如同火山喷发一般 浮露开始颤动 发出低沉而威严的声音 似乎在向世界宣告着他的存在 在这一刻 整个天地间都仿佛进入了一种 荒谷神秘的氛围 天空中的云层不断翻滚 太阳的光芒也变得暗淡无光 林浩站在祭山河的尸体前 眼神冷漠而凌厉 他的目光深邃而锋利 仿佛能洞悉一切的真相和未来 周围的空气仿佛凝固了一般 沉重而压抑的氛围笼罩在这片区域 看到眼前这一幕 不远处的众人纷纷露出惊骇神情 那位名为无量的老道士 他的目光中则是闪烁着异样的惊芒 似乎正在考虑着什么 当他看到 林浩似乎正在炼化 俘虏带来的力量 站在那一动不动时 连忙传音给身旁的玄苦和 上 玄苦和尚 原本还在惊骇祭山河的死亡 不知怎的 他眉毛忽然挑了挑 抬头看了一眼林浩 又朝着祭山河的残骸看了两眼 不只是他 周围一些人的眼神开始闪烁 看到这 玄苦他又怎么会看不出 这些人有了其他想法 于是他不动声色地 瞥了一眼无量老道 悄悄传音道 无量 你想清楚了 自然 要知道 那可是至尊谷 若是我等能参透其中的 大地法则和奥秘 或许能突破准地 甚至大地都有一丝希望 传音过程中 只见无量老道的眼底 闪过一丝难以掩饰的 炽热之色 玄苦和尚见状 眉头微微一蹴 他心中出现一丝疑惑和担忧 对于祭山河临死前说的话 没人敢全心万一 他是故意诱骗他们 杀了林浩 然后伺机逃命了 不仅是玄苦心怀戒备 在场的有些人 都对着祭山河临死之前的话语 表示怀疑 可偏偏 无量老者有点心动了 但是他清楚 这世上 谁能抵挡住至尊谷的诱惑 谁又能抵挡住成敌的诱惑 哪怕是他自己 此刻心中也难免忍不住 生起一丝心动 更何况别人 所以最终 他咬牙传音 无量 此人的实力极其恐怖 有多少人愿意出手 搏一搏 如果见情况不对 大不了马上放弃逃命 于是 在场不少人将目光瞬间锁定在林浩的身上 一双双眼睛之中 犯着贪婪和炽热 尤其是那些大圣境的强者 此刻更是一个个蠢蠢欲动 祭山河虽死 但是他们还活着 反观林浩 他凭一人之力 斩杀祭山河和众多混沌圣地高层 如今还有多少站立在身上 此刻的他就犹如一块香饱饱 让所有人都缠闲欲低 动手 忽然 无量老道传音道 他这句话落下 立刻便引得周围众人同时出手 出手的足足十几人 每一个修为都达到了圣贤境界 大部分都是在圣贤后期 其中 甚至还有六位大圣级别的强者 比如玄虎和尚 他们此刻出手 顿时天地风云变色 整个空间都颤抖了 轰隆隆 狂风呼啸 卷着尘土 宛如末日一般席卷向不远处的林浩 风暴的力量 在他面前形成了一道凶猛的墙壁 蔓延的尘土 使得他的视线变得模糊不清 但他的眼神却依然锐利而决绝 找死 话音落下 他连忙收起混沌血本源和服录 体内疯狂运转 神像阵欲进 随即 一股恐怖无痞的大圣威压 从他体内爆发出来 滚 林浩怒吼一声 一拳砸出 碰 他的拳头砸在了迎面 袭击而来的狂风巨浪上面 那汹涌的风暴 顷刻间崩塌瓦解 接着便被震荡的烟消云散 见状 那些没选择出手的人 顿时脸色一变 疯了 都疯了 竟然选择在这个时候出手 无量老道的决定 让周围的人都感到震惊和惊愕 他们脑海中冒出这个念头的同时 身形瞬间暴退 丝毫没有犹豫 交出至尊骨 没错 小友 只要你交出至尊骨 我等这就离去 无量老道众人将林浩团团包围 此刻冷冷盯着他说道 他们的眼神中 透露着无尽的贪婪和炽热 仿佛此刻林浩已经是他们的猎物 只能任由他们宰 哥 林浩感受到了周围空气中弥漫的杀意 却依然保持着冷静的神色 当听到他们所说的话时 嘴角不由地泛起一丝冷笑 呵呵 就凭你们这一群废物 也想从我的手上抢东西 不知所谓 林浩浑身气息澎湃 此刻他身上的气势越发磅礴 四周的虚空 好像都开始扭曲林浩的身影 笼罩在一层强大的气势之中 宛如一头傲视苍生的狂暴巨兽 他眸子中闪烁着森寒的光芒 骨子里透露出一股不可侵犯的威严 众人感受到了林浩身上散发出的强大压迫感 心中不由地生出一阵寒意 可如今溅在弦上 根本容不得他们退缩 大胆 既然他敬酒不吃吃罚酒 那就怪不得我们 一起上 无量老道怒喝一声 紧接着 就看到他率先寄出了一件古怪宝物 这宝物是一颗珠子 此刻这珠子悬浮在半空之中 散发出五颜六色的璀璨光韵 上流淌出现 与此同时 一股浩瀚威压从那宝物上释放出来 在他刚刚寄出宝物的刹那 便听到这无量老道口吐咒言 然后单掌拍在那枚珠子上面 那珠子顿时散发出耀眼金光 照亮了整个天地 如同一颗璀璨的太阳 金光闪烁间 宛如千万道金色雷电在空中交织 释放出强烈的能量波动 紫霄珠 去 随着无量老道再次一指点出 那枚珠子漠然冲天起 直接射进天际 然后化作无数的金色雷电 这金色雷电乃是无量老道 用自己的精气神 催动那颗珠子施展出来的攻击 此珠子名为紫霄珠 乃是一件上品圣兵 此刻它的威力完全展开 整个天空之上 顿时布满了密集的金色雷霆 那些雷电交错纵横 劈 啪作响 使得整片区域 都陷入了毁灭性的灾难之中 这种景象堪称壮观 因为这些金色雷霆之力 随便一道 都足够轻松秒杀一位圣贤后期的强者 其余众人看到无量老道出手 随即纷纷也跟着出手 温温 只见玄虎和尚双掌一合 换出一柄九环膝杖 那膝杖之上 镶嵌着九个金灿灿的铜灵 每个铜灵都有碗口粗细 上面雕刻着繁复古朴的纹路 随着玄虎和尚法爵打出 顿时那膝杖 上面的铜灵齐齐炸响 一圈圈连一般的波纹扩散出来 朝着灵昊击射过去 不仅如此 其余人的攻击同样强悍无比 一件件法宝被他们祭出 各色灵光闪烁 有飞剑 有长刀 有铜镜 还有玉镯 铃铛等等法宝 接待着强悍无边的力量 朝着灵昊袭来 轰隆隆 随着众人的攻击密集而来 整个天空仿佛要塌陷一般 雷霆电光交织在一起 形成一片恐怖的景象 而此刻 灵昊站在原地 抬起头望着不远处袭来的攻击 他的眼神变得冰冷而锐利 就像一把尖锐的匕首 刺入人心 让人不寒而栗 下一秒 灵昊身上的气息 也变得更加浑厚和凶猛 仿佛一头猛兽 即将发动攻击 四周的虚空开始扭曲 仿佛都不堪承受 他身上散发出的强大压迫感 但他的毛子中依旧平淡 并没有丝毫惧惧怕 相反还露出了 浓重的嘲讽想要我的东西 那就拿你们的命来换吧 灵昊突然一步踏前 右脚猛地踩在地面上 咔嚓 大地崩碎 无穷裂缝 以他为中心蔓延开来 他浑身气息骤然提升 体内的神像镇玉镜 也随之开始运转 给我死 灵昊一字抱贺 他一拳挥出 轰隆隆 一个拳印 携带滔天气焰 如同陨石坠落般 带着毁灭气息 砸向了人群 那一拳挥出 宛如毁灭的审判降临 速度之快 几乎无法捕捉 而被拳印砸中 胸口的那位修士 实力在圣贤巅峰 本以为自己足够强大 然而 他却无法抵挡 住这一拳的威力 碰 整个身体瞬间爆开 血肉四溅 他的肉身 化作一团血雾 在空中飘散开来 仿佛是一朵红色的花朵 在绽放 血雾散去后 只剩下一地的碎肉和血迹 恐怖的一幕 令人胆寒 众人看到这一幕 心中震撼不已 眼神中充满了恐惧和震惊 他们怎么也没想到 林浩的战斗力 竟然还会如此恐怖 一拳之下 就能将一位圣贤巅峰的修士 彻底轰杀 林浩的眼神冷漠而决绝 他的力量达到了一个 不可思议的程度 仿佛无敌的战神一般 屁腻 八方 在一招斩掉一位修士之后 林浩身上的气息 又变得霸裂起来 一步踏出 再度朝着另外一名修士走去 那修士吓得魂飞魄散 连滚带爬地往后倒退 甚至连自身的颜面顾不上 救我 噗 林浩身影鬼魅一般出现在他的面前 一拳轰杀 直接打穿了这个修士的胸口 那修士的肉身当场崩溃 血雨腥风 撒遍苍穹 眨眼间 两个人惨死在林浩的手下 大胆 无量老道健壮 顿时暴怒 他手掐数绝 那悬浮于空中的紫硝珠 立马爆发出一层层的金色雷霆 而后 这些金色雷霆形成一道道光柱 从紫硝珠中喷噬出 犹如天神怒火般 瞬间覆盖整片 天空 万千亮难 朱沙妖邪 无量老道双手捏绝 口中念念有词 他所施展的正是九雷神咒 此咒法乃是东荒之内极其厉害的雷系功法 若是炼成的话 便拥有毁天灭地之能 哪怕是大圣经的修士 遇到这等术法 都必须暂避锋芒 但可惜 这雷咒固然强悍至极 可在零浩的面前根本就是笑话 只听零浩轻哼一声 右手凝聚出一个巨大拳印 对着那漫天闪烁的雷霆一拳轰击而出 这一拳轰出 如泰山压顶 砰的一声乍响传遍全场 紧接着那一道道雷霆被零浩一拳轰破 与此同时 那无量老道的嘴里也挖地喷出鲜血 鲜红的血液喷溅在他的胸前 形成一道恶心的血痕 他的脸色瞬间苍白 额头上渗出大地的汗珠 滚落在地面上 发出咚咚的声音 无量老道震惊地看着零浩 心中充满了不可思议 他以为自己的雷咒可以碾压一切 可如今竟被零浩的一拳轻易破解 这让他感到前所未有的恐惧和绝望 零浩的眼神变得更加锐利 冰冷 就连他身上的衣衫也鼓荡翻飞起来 紧接着 零浩一直点向天空 轰隆隆 天地震战 无尽云海在此刻沸腾 一股磅礴无边的灵力从天际汇聚而来 在那灵力之下 虚空出现一条长河 而那长河之水则是滚滚黑色魔器 地狱 明河 零浩竟然瞬间召唤出了传说中的明河之水 要知道这明河 可是地狱之中的魔河 就连强大的恶魔也不敢擅闯 如果谁敢擅自沾染 那结局就会尸骨无存 灰飞烟灭 而且明河之水腐蚀性极强 一旦触碰 不管你是谁 最终都只有一死 落 灵浩一语出口 抬手一抓 明河之水汹涌而出 直奔那无量老道 无量老道瞪大瞳孔 身体止不住地在颤抖 就在明河之水即将落下之际 忽然一阵金色佛光涌现 这佛光璀璨耀目 竟然挡住了那明河 之水 玄苦和尚出手了 只见他站在那 浑身释放着一种浩瀚的佛法威严 似乎能洗涤世间所有肮脏 一句六字真言从他嘴里吐出 刹那间 一道无比庞大的万字符号冲天起 这万字符号出现 直接化作万丈之高 遮天蔽日笼罩了整片苍穹 明河之水与万字符号碰撞在一起 金色与黑色相碰 仿佛正与邪的对立 紧接着 一道剧烈暴鸣声震耳欲聋 而后便是一股无与伦比的能量波动 朝着四周扩散 这能量太过于骇人 周围百丈范围内 无论是树木还是石头 全部被这能量震碎成渣子 枪 突然 一道剑鸣响起 原来是其他几人悍然出手 他们祭出自己的飞剑法宝 齐刷刷展向林浩 找死 林浩眼角余光扫视几人 冷哼一声 单手伸出 朝着虚空一拍 顿时 一直由无数符文组合而成的须弥大手印 直接横扫四方 瞬间便将那几人祭出的飞剑法 弃给朕的粉碎 而后 接连一拳轰出 一股圣洁的白色光芒 从拳头上迸发 这一拳 带着无比的肃杀之意 像是要摧枯拉朽的碾压一切 轰隆隆 一阵巨大暴鸣声中 那几名修士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便直接被这一拳轰碎成渣 惨叫都没来 急发出 做完这一切后 林浩转头望向无量老道几人 目光之中露出浓烈杀鸡 不好 他们惊呼道 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 便看到林浩静止飞掠过来 抬手间一掌轰出 一道五彩光芒闪现 过 五行变化灾 他们看到林浩施展这一招时 脸色狂变 因为他们自然知道 五行变化灾的恐怖 即便是大圣后期的柳无峰 都无法抗衡 何况是他们 所以 几乎在林浩施展出 五行变化灾的刹那 这无量老道几人 就急忙逃顿 但他们快 林浩的速度却远超他们 林浩就像是一尊神底 每迈一步 便会缩短与他们的距离 而待他追近之时 他们终于感受到了 来自死神般的压迫 无量老道几人 心中一片绝望 他们急速逃顿 但林浩的速度 远超他们的想象 他的身影如闪电般穿越空间 刹那间便追上了他们 嗡嗡 拳头大小的紫霄珠 绽放出光芒 那无量老道 疯狂催动紫霄珠 但却根本阻挡不住 林浩那一拳 的滔天煞气 咔嚓嚓的碎裂声音 响彻而起 林浩一拳 砸在紫霄珠上 一股强大的力量爆发出来 顿时让紫霄珠 发出一声尖锐的崩裂声 紫色的光芒瞬间破碎 如同一颗流星般坠落 化为无尽的灰烬 阿弥陀佛 平僧这次可被你害惨了 玄虎和尚双掌合十 口念一声佛号 而后他猛然抬起头 眼眸之中射出两道金灿灿的光束 就连身后都升起一阵 璀璨耀眼的佛 光 紧接着 在他头顶上出现了三具 金身罗汉法香 这罗汉法香高达仗鱼 每一尊都呈现琉璃精 身 他们分别持着金钟 蝉杖 宝散 盘坐在虚空 宛如一座金山降临 镇压巴荒 这三具罗汉虚影 环绕在玄虎和尚身体四周 形成防护罩 抵挡灵浩的五行变化灾 阿弥陀佛 玄虎大师再次宣了升佛号 而后双手和十 随着他口诵佛经 这三尊罗汉法香 猛然挥舞手中佛宝 朝着灵浩打来 金色的佛光照耀在灵浩的身上 这三件佛宝带着无尽的攻势 砸来 佛 就算是佛又如何 神党杀神 佛党杀佛 念及于此 灵浩疯狂运转神像镇玉镜 数百万颗巨像威力 开始疯狂旋转 眨眼间 他的身体表层 就覆盖上一层密密麻麻的光点 梦 一声怒吼 从灵浩体内传出 犹如巨像咆哮 震荡苍穹 轰隆隆 他的右手凝聚着毁灭气息 犹如一团黑暗的烈焰 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恐怖威压 这股毁灭之力 仿佛有生命般蠢蠢欲动 准备将一切都化为灰烬 灵浩眼中闪过一丝冷酷的光芒 他毫不犹豫地 向玄苦和尚的三尊金身罗汉法相冲去 每一步都仿佛踏在心脏上 让玄苦和尚的身体颤抖不已 佛光与黑暗相撞 激起无尽的火花 金色的佛宝 在灵浩的右手面前炸裂开来 化为无数的碎片 犹如流星雨般洒落 而灵浩的毁灭之力 却一点也不受影响 依然狂暴地蔓延开来 玄苦和尚感受到了绝望 他原本以为 自己的三尊金身罗汉法相 能够抵挡住一切 但面对灵浩的毁灭之力 他终于明白 自己的力量有多么渺小 灵浩身体上的巨像威力 越来越疯狂 散发出的光芒 也愈发耀眼 身体表层 已经完全被密密麻麻的光点所覆盖 仿佛一道巨大的光幕 将他包裹其中 嗡嗡 灵浩的身体 发出一声震耳欲聋的嘀吼 他的力量达到了巅峰 他凝视着玄苦和尚等人 眼中的杀意越来越浓烈 玄苦和尚的脸色苍白如指 在这一刻 他感受到了死亡的危机 心中不由地生起一股悔意 早知道就不那么贪心了 佛家有云 贪 乃人之恶根 今日若非是太过贪婪 又岂会遭遇如此恶难 阿弥陀佛 最终 玄苦和尚叹息一声 身上的佛光更加璀璨 如同万道金线 缠绕在他的身体周围 无量劳者几人 也同时施展出最强的防御手段 抵挡着灵浩的攻击 轰 一拳落下 灵浩的拳头 如一颗毁灭的会心 带着势不可挡的威力 直接朝着几人砸来 砰砰砰 一道道闷雷般的阵鸣响起 无论是玄苦还是无量 亦或者是其他人 全部被灵浩一拳轰碎 玄苦和无量 两人的实力最强 他们嘴里吐出鲜血 整个人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似的 倒飞出去 至于其他人 则是更加凄惨 当灵浩一拳砸下的瞬间 他们浑身的骨骼 寸寸军裂 经脉粉碎 甚至五脏六腑 都在刚才那一 瞬间被震碎 当场陨落 刷 下一刻 灵浩的手中 凝聚出一根明神之矛 下一刻 灵浩的手中 凝聚出一根明神之矛 冰冷的黑色光芒 从毛间闪烁着阴森的气息 他的目光冰冷而锐利 仿佛能穿透一切障碍 看透玄苦和尚等人的内心 毛间的黑色光芒 散发出一股无尽的杀意 让周围的空气都凝固了起来 随后猛然投掷出去 玄苦和尚等人 感受到了一股强大的压迫力 心中顿时涌起一股绝望之情 扑齿 明神之矛瞬间贯穿了 玄苦和尚的胸膛 将他整个钉死在虚空之中 就连无量老道也不能幸免 只见他们的胸口 被贯穿出来一个 网口粗细的窟窿 整个人瞪大着瞳孔 带着金句的神情死 去 远处 之前那些没选择出手的人 看到这一幕 不敢再有任何的逗留 赶紧纷纯仓皇而逃 太可怕了 今天发生了太多的事情 先是混沌圣地布了 阴阳圣地的后尘 所有长老尽数殒灭 就连圣地都被毁了 然后就是玄苦等人 寄于林浩身上的至尊骨 欲出手抢夺 可最终惨遭反杀 他们在此刻 不敢再有任何的逗留 生怕不了后尘 而且这里的消息 他们也要尽快传回宗门才 行 东荒出现了一位狠人 已经有两大圣队 折损在他的手上了 至于其中的恩怨 他们大概也都摸清楚了 抽血挖骨 这四个字 已经很清楚地说明了一切 对于他们的离开 林浩只是冷冷地看了一眼 接着并不去理会 他随即转过身 看向混沌圣地的方向 微微抬起手 而后往下一拍 轰隆隆 顿时天崩地裂 大片的建筑物 直接被夷为平地 一些混沌圣地的弟子 根本来不及逃跑 就被林浩这恐怖一拍 给活活拍成肉泥 化作了漫天烟尘 做完了这一切后 林浩换出恶魔之意 化作一道黑色流光 便离开这里 刷 苍与皇城 林家 只见虚空忽然裂开一道口子 林浩的身影 从中缓缓走了出来 当林浩出现的一刹那 立马吸引了无数目光注视 自从林家高层被灭之后 如今偌大的林家 除了一些杂役仆人外 剩余的就只有那些修为教 弱的灵性唐戏族人 而林浩的突然出现 自然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尤其是当这些林家弟子 认出林浩之后 一个个全部露出了京剧的神情 于是纷纷低下头去 生怕引起这个杀星的注意 对于林家高层被杀一事 在其中的缘由 他们自然是知道一二的 而且这几天里 皇城各大势力 也派人向他们打探消息 毕竟在家族天赋仪式上 所有人都知道 林熙遥觉醒了至尊骨和混沌血 这件事在林家是有目共睹的 而后林家高层下令囚禁林熙遥 更是派人严加看守 甚至有的弟子 还能听见他的惨叫声 他们已经能猜到 其中发生了什么 不久后 林浩便从边疆回归 一怒之下 突入林家高层 想起种种这些林家子弟也不敢说些什么 毕竟自作孽不可活 抽血挖骨之中有为添合的手段 即便是磨到妖人都不会做 没想到林家既然做 林浩懒得去理会他们 静止走入了洛宇轩之中 这时 一个须发揭白的老者 正盘膝坐在那里 打坐调膝 恢复元气 正是林东风 而婢女雪儿则是在床榻边 细心照料着林熙遥 大少爷 你回来了 看到林浩的身影 雪儿欣喜地喊道 闻言 林东风也睁开双眸 朝着林浩看来 当看到他安然无恙回来时 不由地松了一口气 嗯 林浩对雪儿点了点头 示意他退下 雪儿明白了 当即站起身退到一旁 林浩走进床榻 目光紧紧地盯着 躺在床上的林熙遥 一张俏丽的小脸 依旧是苍白的毫无血 色 他蹲下身子 轻轻抚摸着他的脸颊 触感冰凉 似乎是感受到 有人在抚摸自己 林熙遥瘦小的身子 微微颤抖了一下 嗡嗡 只见林浩手掌一摊 顿时两样东西 出现在他手心上 赫然是至尊骨 和混沌血 至尊骨只有巴掌大小 环绕着屡屡神圣的气息 散发出一股远古苍茫之微 而混沌血 同样只有拳头大小 但却闪烁着耀眼的紫芒 宛若晶莹的琉璃 美艳异常 这两样东西刚一出现 整个房间内 瞬间充斥着 一股神秘而古老的气息 至尊骨散发出的神圣气息 如同潮水般涌动 弥漫在空气中 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到肃目和静 微 混沌血的紫芒 则是散发出绚丽的光彩 照亮了整个房间 仿佛星辰陨落其中 林浩凝视着手中的至尊骨和混沌血 随后调动力量 将它们牵引到妹妹灵溪瑶的体内 咕噜噜 一团婴儿拳头般大小的混沌血本源 缓缓融入灵溪瑶的眉心位置 很快 一个血红色的符纹 烙印在了灵溪瑶的额头上 使得原本苍白憔悴的灵溪瑶 瞬间变得红润了许多 混沌血溶入她身体后 开始在四肢百孩之中不断游走 灵溪瑶原本虚弱的气息 也逐渐稳定了 起来 至尊骨散发的神圣气息继续蔓延 笼罩住灵溪瑶全身 如同一道无形的神圣之光 将它包裹其 终 这股神秘的气息 逐渐渗透进灵溪瑶的骨骼和经脉 让她的身体 仿佛被一股神圣的力量锁住 入 充满活力 随着至尊骨的神圣力量 渐渐融入她的身体 灵溪瑶的面色 逐渐恢复了血色 苍白的脸庞 逐渐 泛起了一抹红郁 她的闭着的眼睛 微微颤动了一下 仿佛在感受着 体内涌动的力量 嗡嗡 紧接着 至尊骨周边环绕的符纹 慢慢隐藏进入她的骨骼深处 再也看不见了 而她胸口上 之前被挖骨所留下的伤痕 也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愈合 这时候的灵溪瑶 仍旧静静地躺在床上昏迷不醒 浑然不知 自己体内已经多出了一块神奇的骨 头 而随着至尊骨 成功融入灵溪瑶的体内 灵浩的嘴角也露出了一丝笑容 成功了 如今 至尊骨和混沌血 已经重新移植到灵溪瑶体内 生命已经无忧 只要再过些时日 灵溪瑶必然醒来 看到这里 灵浩终于尝了一口气 她伸手抚摸了一下灵溪瑶的秀法 替她好盖被子 随后扭头对着雪儿说道 雪儿 照看好小姐 是 雪儿乖巧应答 交代完雪儿之后 灵浩这才站起身来 与此同时 混沌圣地被灭的消息 也逐渐传到了 东荒各大势力耳朵之中 东荒 某片浩瀚的海域 这里灵气浓郁 仙物应孕 这里 乃是东荒最强大的七大先宗之一 万剑宗的所在 此刻在万剑宗的宗门之内 一座巍峨雄伟的山峰上 正站着一名黑袍男子 这男子年纪约莫四十岁左右 五官端正 棱角分明 他背负双手 望着遥远的方向 眉宇之间带着弹幕 突然 一名老者脚踏飞剑 飞掠而来 跪倒在这男子身后三丈的位置 宗主 刚刚收到消息 混沌圣地 灭了 老者单膝跪地 声音恭敬无比道 黑袍中年人 也就是万剑宗宗主 此刻缓缓转过身子 一对冷冽寒霜的瞳孔 盯着跪拜在自己 面前的老者问道 谁干的 这个还正在查 暂时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只知道是一位极其年轻的少年 老者如实道 闻言 黑袍中年人眼眸露出一抹金光 哦 仔细说来听听 接着 老者就把混沌圣地覆灭的过程 给详细叙述了一遍 黑衣中年人 在听完老者所讲之后 他的表情并未太多波澜 可当他听到混沌圣地 之所以被灭的原因 是因为一块至尊骨和混沌谢时 黑衣中年人的眼神 猛的一凝 至尊骨 黑衣中年低头沉吟道 没错 宗主 这是混沌圣地的继山河 在临死前说出来的 当时有不少人都听到了 他想以此消息 来换取一线生机 紫霄宫的无量尊者 联合六位大圣 想要夺取至尊骨 可 可结果都陨落了 PS 给大家推荐一本朋友写的小说 求各位靓仔去支持一下 书名 开局不灭混沌体 妖帝老婆求贴贴你是说 继山河在融合混沌写后 修为突破到圣人王境界 但还是陨落在那个少年的手中 黑衣中年 微微眯起了眼睛 冷泪的目光如剑一般 扫过那名老者 老者点头称是 文言 他眼眸之中 蹦射出一道金芒 难难道 有意思 越来越有意思了 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小辈 竟然能接连覆灭两大圣地 其中还牵扯到至尊古 和混沌学两样制 宝 本座倒想瞧瞧 他究竟是何等的妖孽人物 话语落下 黑衣中年人 抬头望向远处的天空 目光穿透云层 仿佛能够洞察千万里距离一 样 哒哒哒 这时 突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传来 随着声音传来 一名青山弟子的身影 出现在他们身后 这弟子修为不算高 只有问到九阶境界 启禀宗主 就在方才不久 巫族 明族 天眼族等古族 出事了 那青山弟子 在汇报完毕之后 便立即低头站在一侧 闻言 黑袍中年人 眼眸依旧眺望远方天空 他的眼眸深邃幽暗 仿佛能够窥探虚空一般 呵呵 果然按耐不住了吗 黑衣中年人 忍不住轻笑出声 他的声音低沉而充满嘲讽 仿佛在嘲笑着那些古族的行动 另一边 一片浩瀚无垠的山脉 高耸入云 山巻起伏 宛如巨龙盘踞在大地之上 云雾缭绕 笼罩着整个山脉 时不时响起的嘶吼声 给人一种神秘而压抑的感觉 这里 便是号称天荒古界 五大绝地之一的十万大山 十万大山里危机重重 哪怕是圣贤境的强者 踏足其内都会九死一生 所以 人类修饰很少踏足 其中 而此时 十万大山的深处 一座座古老的宫殿静静处立 宫殿由黑石建造而成 宛如一座巍峨的山岳 直插天际 每一座宫殿 都散发着沧桑而幽远的气息 似乎亘古长存 此处便是太古皇族之一 巫族的领地 报 启禀族长 东荒出现一块至尊古 为人族所有 一名身形魁梧 浑身环绕浓郁煞气的壮汉 冲进一座巍峨的宫殿内 单膝跪地 宫进屋 彼得开口说到 他的话刚说完 宫殿内便有一道 红亮威严的声音传出 至尊古 人族果然得天独厚 时隔十几万年罢了 竟然又有人 觉醒了至尊古 哼 人族真的该灭 轰隆隆 话音刚落 一股磅礴浩荡的威势 从那宫殿内暴涌而出 使得四周的虚空 都剧烈震荡了起来 好了 这时 又是一道略微柔和的声音响起 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 该想想 怎么阻止人族重新崛起 如今已经 不再是人族的时代 唯有将危险扼杀在摇篮中 才能保证太古皇族不被颠覆 忽然 一道苍老而淡漠的声音 缓缓在大殿中回荡起来 出事吧 我无足隐士这么多年 也该去看一看外面的风景了 温化音落下 那座巍峨雄伟的宫殿 陡然一颤 紧接着 一道道耀眼夺目的光柱 冲销而起 直达九天 同时 恐怖的威势轰然降临 那股威势 犹如一道无形的巨浪 席卷整个十万大山 天地间的元气瞬间涣散 宛如被这股威势所吞噬 山脉开始剧烈颤抖 似乎要被这股威势撕裂开来 无瞒 就由你带族人走一趟东荒 务必要找到 觉醒至尊谷的人族 杀了他 那宫殿之中 苍老的声音再次响起 却带着一抹决绝与坚毅 不容置疑 遵命 而后 一道回应声响起 随后一位魁梧壮汉的身影出现 紧接着 半天后 西末 民族领地 至尊谷 大争之士又要来了吗 罢了罢了 既然如此 那便让无民族重新出世 继承属于太古皇族的荣光吧 民族深处 一道沧桑无比的声音在这里响起 随后 一道道阴森可步的乌芒冲销而起 刺破了寂静的天空 这些乌芒如黑色的利刃 在虚空中 划出一道道诡异的弧线 朝着东方掠去 宛如来自地狱身 冤得鬼魅一般 一天过后 中周 魔族 人族又出了一块至尊谷 这次 就让本座亲自前往看看吧 一道邪义冰冷的声音 传遍八方 旋即 魔族的某处禁区中 一具漆黑光果悬浮而出 里面躺着一位黑衣男子 脸庞上闪烁着新红色的诡异符文 刷 下一刻 他睁开了双眼 露出了一对新红色瞳孔 显得格外圣人 犹如鬼火般跳动 令人胆寒 他纵身一跃 飞上了虚空 突然间 就在这名黑衣男子准备离开魔族时 虚空中响起一道冰冷无情的鹤齿声 知道了 至尊谷这样的至宝 只有我魔族才被拥有酷婆声音沙哑地说了句 so 旋即 他化作一团黑雾 迅速地朝着东荒急驰而去 消失在了天空中 接下来的几天里 伴随着至尊谷和混沌血的消息彻底传开 整个天荒谷界变得沸腾了起来 谷族纷纷派遣强者朝着东荒奔赴而去 甚至 同样开始蠢蠢欲动 这一切的源头 正是因为至尊谷和混沌血 至尊谷再次出世 恐怕又要乱套了 谁说不是呢 没看到两大圣地因此被灭门了吗 只希望城门失火 不要殃及吃鱼的好 这段时间里 这个劲爆的消息引得各方议论纷纷 无数舞者感到心机不安 特别是苍与皇朝的势力更是提高了警惕 全力防范 以免遭受迁累 对于这一切 林浩自然清楚 只不过他并没有放在心上 此时 他盘膝坐在林家兴建的一间密室内 双眸闭合 运转着神像郑玉镜 一张张符露 漂浮在他面前 这些符纸散发着璀璨光辉 一道道纹路交织在一起 凝聚成一幅幅玄傲无比的图案 仔细一看 这些符露赫然是之前他使用大圣祭 封印住祭山河的修为 如今不断被他运转神像郑玉镜炼化 随着体内滚滚灵海的翻涌 林浩的肌肤开始变得赤红晶莹 像是要燃烧了一般 尤其是当林浩运转功法时 他的体内一颗颗巨像威力被成功开批 巨像之力加持几身 400万颗 500万颗 600万颗 轰随着一颗颗巨像威力被开辟出来 他体内的力量越发澎湃汹涌 滚滚气浪在他身体表层翻涌 最终汇聚到他的丹田位置 形成了一个更加清晰的神像虚影 哄 在这神像虚影出现的刹那 一股毁天灭地的气息从林浩体内扩散而出 那是一种无法言喻的强大力量 宛如无边深渊般无尽无穷 令整个密室都仿佛承受不住这股力量的压迫 若是仔细观察 会发现林浩的肌肤上布满了密集的金色纹落 那是巨像威力的痕迹 这些纹落如同光点一般 贴合着他的皮肤闪烁着微弱的金色光芒 每一个光点都细致入微 将他的身体完全包裹其中 金色的光芒从他的毛孔中散发出来 弥漫在整个密室中 犹如一团团华丽的金色烟雾 此刻 在他的体内 一股强横无比的气息波动正疯狂地增长着 不 大圣九尖 眨眼间 林浩的修为就从大圣八阶突破到了大圣九阶境界 要知道他前些天才刚刚突破 没想到短短十日 竟然又突破了一个小境界 实在惊骇 随着境界越往后 突破的难度就越大 常人 哪怕是那些妖孽天骄 想要在大圣境突破一个小境界 至少也需要数年时间 而且还未必能够突破成功 可林浩倒好 仅仅用了三四天时间就突破了 这是何等的可怕 若是传出去 估计足以吓死一片人 而且 修炼速度还远不止如此 林浩在突破到大圣九阶之后 他体内的混沌气海再次膨胀起来 那庞大无比的气海 此刻如同浩瀚汪洋一般 汹涌澎湃地朝着他体外的金色纹络蔓延而去 与此同时 他体内的五脏六腑 筋脉筋骨 甚至包括每一根头发 都被混沌气海浸染 变得璀璨无比 轰 又是一声闷响 林浩只感觉自己体内 像是有什么枷锁被打开似的 一千三百万颗巨像威力 轰隆隆 磅礴的灵力如潮汐一样涌向自己的全身 瞬间让林浩体内都充斥了恐怖至极的力量 这便是大圣巅峰的力量吗 林浩猛然睁开眼眸 眸子当中射出两道金光 射魂射破 骇人无比 在这一刻 他周围悬浮的那一张张浮露 纷纷碎裂 化作飞灰消失 呼 他缓缓吐出一口浊气 紧接着站起身来 咔嚓咔嚓 顿时 密室内的地面咔嚓咔直接军裂开来 露出一条条黑漆漆裂缝 像是蜘蛛网一样朝着四面八方延伸开去 然后一步踏出 整个人瞬间消失在密室内 刷 等他再次出现时 已经来到洛宇轩的院落中 哥 忽然 一道熟悉的倩影冲进林浩怀里 正是他的妹妹 林熙瑶 只见他的眼眸微红 声音哽咽地说道 我还以为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 他紧紧地抱住林浩 仿佛怕他会随时消失一样 林浩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背 温柔地说道 傻丫头 放心吧 以后哥哥绝对不会离开你 怎么样 身体有什么地方不舒服吗 没 哥 谢谢你 林熙瑶刚刚苏醒过来 雪儿已经把这些天发生的事情 都和他说了一遍 当他听到 哥哥为了自己 去找皇室报仇的时候 不由地感到担心 还好哥哥没事 否则 他真的不敢相信自己 会怎么办 当然 他也知道林家高层 都被哥哥杀了 可他并不在意这些 他只想着 能够永远与哥哥在一起 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都不要分开 看到妹妹恢复过来 林浩也就彻底放下心来 笑着揉了揉他脑袋 哥 别摸我头 会长不高的 哈哈 时间飞逝 转瞬即过 三天后 修修修 苍与皇城之外 只见一道道身影在天空中 迅速闪过 化作流光的残影 这些身影 各个修为身后 气息磅礴 实力最弱 都是在大盛境界 在最前方的是一个轻衣男子 此人见眉心目 面容冷峻至极 这里就是苍与皇城 若 当真是若 竟然连一尊大盛境都没有 这么弱小的一座城池 竟然有人同时觉醒 传说中的至尊骨和混沌血 简直让人难以置 信他低头望向不远处的城池 嘴角划过一抹笔衣冷笑 苍与皇城 被誉为苍与皇朝的核心地带 可在他的眼中 却是微不足道 如果不是为了传说中的至尊骨 不然以他的身份 打死他 都不会来这个偏僻的城池 呵呵 胡平你可别这么说 就是这么一个地方 不仅诞生了至尊骨和混沌血 还出现了一位覆灭 两大圣地的狠人 这时 另外一名穿着锦袍的男子 走上前来说话 锦袍男子手里拿着一把纸扇 脸上戴着淡淡邪义的微笑 给人一种阴柔之感 此人叫做李归 乃是中州一流世家 李家家主 同时 他还是一位大圣巅峰的强者 切 不过是一届东荒的土著罢了 至于他能覆灭两大圣地 我看八成是以讹传讹 再说了 四域之地的大圣 又岂能和中州相比 那位名为胡平的轻衣男子 不懈地扫视着苍与皇城 眼神中透露出一丝嘲讽和不屑 他俯视着这座城池 仿佛是在看一只微不足道的蝼蚁 他的目光落在城墙上 那厚实的石块 仿佛无力挡住他透彻的视线 对于他说的话 刚才那位锦袍男子 包括其余人都笑了笑 不再说些什么 他们都是来自中州的各大势力 骨子里都觉得 比其他四域之地的修士 要高上一等 走吧 听说觉醒至尊骨和混沌血的那个少女 就是这城内一个小世家的弟子 话音落下 胡平等人便齐齐向着苍与皇城飞驰而去 他们身形矫健 如闪电般穿梭在云层之间 速度之快 令人瞠目结舌 一路上 他们丝毫不掩饰自己身上的气势 所以当靠近皇城的时候 城内所有人都察觉到了 天上那群人 强悍霸道的气息波动 这这这 好强大的气息 我从来没见过如此强大的修士 这些人是谁啊 不清楚啊 皇城呢 所有人都抬头仰望着虚空 当他们看到一群人欲空飞行时 顿时意论纷纷 而那些来自中州的修士 则完全无视掉下面这群凡夫俗子 继续往前略行 很快 他们便抵达了皇城上空 当他们降临的时候 一股股强悍威压 顿时震慑了整个皇城 使得这里的每一寸空气 都变得凝重起来 尤其是那些在街道中 行否的凡人们 更是被吓得浑身瑟瑟发抖 他们跪幅在地 颤抖着身躯 甚至连头颅都抬不起来 甚至就连修士也是一样 无论是风王镜 还是真黄镜 全都被这一股股强悍气势 压得跪在地上 林家内 此时 林浩正在指点妹妹修炼 可忽然一股恐怖的威压扑面而来 直接打断了他们 好在林浩早有准备 在那股强大威压落下的刹那 一个屏障瞬间出现 将这股威压给抵挡了 下来弹饶是如此 林熙瑶的脸色也略显苍白 毕竟她的伤势刚刚痊愈 根本无法承受 如此强大的威压 哥哥 发生了什么事 林熙瑶惊慌地问道 没事 说完 林浩便抬头看向上空 她的双眸瞳孔 闪烁着一缕冰冷的杀机 心里已经对这些人定了死刑 羞羞羞 突然间 胡平等人的身影出现在半空中 他们居高临下地看着林浩 语气带着几分蔑视道 你就是林浩 交出至尊骨和混沌血的拥有者 我等便能饶你一命 否则 这皇城中的所有人 都要跟你一起死 听到这话 林浩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他原本以为来的是什么强敌 却没想到 竟然会是一群没脑子的蠢货罢了 这算什么啊 无脑反派 看见林浩没有任何反应 胡平身后的一名中年男子 顿时大喝一声 放肆 果然是东荒蛮夷之地的人 竟然如此不懂礼数 轰隆一声 这名男子一步踏出 右手捏动法掘 猛然从天而降 一只剧长携带着毁灭之力 狠狠朝着下方的林浩抓射过去 林浩目光一寒 眼睛盯着那只剧长 同样伸出右手 一拳击出 砰的一声 两股强劲力量碰撞在一起 林浩身体纹丝未动 而那剧长则立刻碎裂成渣 化作无形 什么 那名中年男子 在看到自己攻击 被林浩轻松破除的时候 脸色微微一变 他原本对林浩心存轻视 认为来自东荒蛮夷之地的人 战力低弱 绝对不可能是他的对手 没想到这林浩的实力 比他预料之中的强多了 再吃我一招 中年男子怒吼一声 身上灵力滚滚涌出 随着他一挥手 手中默然浮现出一把巨剑 巨剑长无耻有余 剑刃锋力无比 泛着森冷寒芒 斩 一声怒吓 中年男子猛地举剑一批 一条巨大的剑痕 顿时横空批出 剑痕如同一道狂暴的雷霆 带着毁灭的力量 疯狂地向林浩冲击而去 林浩双眸微微眯起 他的身体 犹如一尊战神一般 气势凌厉而不可侵犯 只见他的右手再次握拳 一道强大的力量 从他体内爆发出来 轰隆隆 当剑痕和林浩的拳头 碰撞在一起时 整个皇城都仿佛为之颤抖 强大的冲击力 让周围的空气炙热而扭曲 形成了一道可怕的能量波动 林浩的双足 稳稳地站在原地 他的肌肉贴紧骨骼 散发出一种坚不可摧的力量 他毫不退缩 反而迎着剑痕的冲击力 向前迈出一步 在众人惊愕的目光中 林浩的身体 瞬间消失在原地 留下一道残疑 而剑痕则在空中 破碎成一片片的光芒 渐渐消散在虚空之中 当林浩再次出现时 他已经出现在中年男子的面前 他的拳头 凝聚着炽热的光芒 宛如一颗流星般 朝着中年男子 砸去中年男子大吃一惊 他急忙举起剧剑进行抵挡 但他根本无法抵挡住 这恐怖的攻击 拳头狠狠地轰击在剧剑上 顿时爆发出一阵刺耳音爆声响 接着那剧剑咔嚓一声 崩碎四箭 而后林浩的拳头 狠狠地撞击在中年男子的胸口 发出一声沉闷的撞击声 中年男子 犹如被重击的布袋一般 眼前一黑 整个人倒飞出去 壮破院墙 直接坠落到窟窿 窟窿边缘的石块碎裂 尘土飞扬 只见那名中年男子躺在地上 面容扭曲 鲜血从口中涌出 看到这一幕 胡平等人先是微微一愣 随即全部勃然大怒起来 大胆 岂有此脸 区区东荒蛮夷之人 竟然敢在太岁头上冻土 找死 随着胡平怒骂出声 身旁十几位大胜强者 愤怒地咆哮道 他们出身中洲各大宗门 位高权重 如今竟然被林浩这样一个东荒蛮夷给挑衅 简直是奇耻 大辱 当下 十几位强者齐齐出手 有人寄出一柄大刀 刀身火焰缠绕 犹如烈日 有人寄出法宝铜镜 铜镜射出万丈金光 宛如无上大日一般 还有人寄出一枚玉符 这玉符一旦催动 立刻化作一座山岳虚蝇 最令人惊叹的是 还有胡平的攻击 只见他身上迸发而出一个巨大的火焰法箱 凭空出现 那是一只火焰狮子 他通体燃烧着熊熊烈火 一张獠牙大口之中 喷吐出浓密至极的紫火 焚天灭地 在那十几名强者一起出手的情况下 这一片虚空彻底变成了熔炉 若是寻常修士 哪怕是大圣经后期的修士 遇到这等情景 估计都要惨败 可惜 他们遇到的是灵浩 望着漫天袭来的攻击 灵浩依旧站立在原地 在这世界上有很多无耻 道貌黯然的白痴 他们仗着自己有点实力 便瞧不起别人 对于这些人 你只需要记住一点 不需要跟他们客气什么 直接 全部杀了 在灵浩说完这句话 忽然一股强大到令人窒息的气息 从他的体内迸发而出 刹那间 风云色变 他的身躯在一刹那 好似变得高大无比 一股磅礴浩瀚到无法言语的威严与压迫 骤然间弥漫 在整个皇城 感觉到灵浩浑身的滔天气息 尤其是他的那句直接杀了 话音刚刚落下 便微微扬起右拳 一拳砸向胡平等人 这一拳 带着开山烈石 崩山断河的霸道威严 这一拳 更像是神魔怒吼 天堂神拳 轰隆 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迸发而出 宛如一道滔天巨浪澎湃而至 那股力量仿佛能撕裂天地 摧毁一切阻挡在前方的障碍物 全是汉天 双方攻击碰撞在一起 一股恐怖的力量波动扩散开来 整个皇城都仿佛在颤抖 灵浩的拳势之强大 简直超乎想象 他的这一拳就像是天神之拳 直接碾碎了一切 催枯拉朽般轰散他们的攻击 扑斥 站在最前方的胡平 手当其冲 他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便被灵浩一拳砸得胸膛塌陷 嘴里连续喷出三口血雾 接着又是两道拳钢轰鸣而来 这两道拳硬将他直接从半空之中打落下去 重重砸在地上 轰隆一声 其余人也是和他一样 直接被轰了下来 地面瞬间崩塌 碎石四箭扬起一片尘土烟雾 灵浩的拳势极其凶猛 震慑了整个皇城 那股强大的气息 仿佛能将整个天空都压垮 让人无法呼吸 嗨嗨 胡平艰难地站起身来 嘴角流出鲜血 脸色煞白如指 他抬头看着灵浩 眼睛瞪圆充满了难以置信 怎 怎么可能 一拳 仅仅只是一拳 甚至包括他这位大胜七阶的强者 胡平心中骇然到极致 众人纷纷用震惊的眼神 望着不远处 那个背负双手 屁腻巴黄的少年狼 他真的只是东荒蛮夷之辈吗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死 胡平猙獰怒吼一声 手臂一挥 手指掐绝 突然一刀刀红色的灵力 从他的袖袍之中击事 出 那些灵力在出现之时 竟然瞬间形成一条条细长的绳索 这些绳索呈赤红颜色 在出现的一刹那间 便化作一个巨大牢笼 朝着灵号捆绑过来 绳索上面有着无数符文闪烁 每一个都蕴含着恐怖的风镜力量 只要被捆中 任你有通天手段 都会被困在原地 挣扎不得 这乃是胡平的绝学 求天恋 虽然品级算不得多高 但在他施展出来的时候 却能困住同为大圣镜的存在 而且他这求天恋 不管是谁 只要被捆中之后 就如同砧板上的肉 任由宰割 引火之光 也敢与昊月争辉 林浩冷哼一声 左脚踏地 碰 脚下坚硬的青砖直接炸裂 紧接着林浩右手捏拳 对准那求天恋猛然轰出 滚 拳出 虚空之中传来轰鸣声 紧接着 只听咔嚓咔嚓 数声清脆声音响起 胡平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 眼睛中充满了惊恐之色 他发现自己的求天恋 竟然在林浩的诠释之下 被轻而易举地击碎 碎裂的绳索 如同春风中的落叶 散落在周围 看到这一幕 胡平惊恐地后退了几步 心中充满了绝望 他的绝学 竟然在林浩面前 如此不堪一击 这种毫无反抗之力的感觉 让他感到绝望和恐惧 没等他反应过来 林浩缓缓地伸出右手 手心中聚集出一根明神之矛 朝着胡平刺来 不 胡平瞳孔剧烈收缩 他仓促间运转体内灵力 在自己周身布置出 层层防护结界 但在那明神之矛下面 所谓的防御 却显得格外苍白无力 根本不堪一击 明神之矛 洞穿防护结界 然后刺在了他的胸口之上 直接插在了他的心脏位置 带出一捧血 水 染红了衣精 扑通 胡平的尸体倒在了地上 生机全无 一阵死寂 笼罩了整个场景 众人目瞪口呆地凝视着胡平的尸体 血液从他的胸口喷涌而出 形成一滩烟红的血泊 周围的气息变得沉重而恐怖 仿佛连大地都在为这的惨状而颤抖 林浩慢慢收回手臂 表情冷漠而淡定 好似杀掉一名大圣镜的修士 就跟宰鸡杀狗差不多一样随意 他的强横实力 再次震慑了整个皇城 所有人望向林浩的目光之中 已经再无轻蔑 戏虐 鄙夷等等各种神情 剩下的唯独只有位 聚 因为林浩刚才那一招太可怕了 堂堂大圣七阶的强者 竟然被其一拳秒杀 更可怕的是 这还只是林浩的随手一击 他到底什么实力 站在林浩身后的林熙遥 看到这一幕时 美眸之中露出浓浓的惊诧 哥哥 这么强 快逃啊 跑 终于有人忍受不住 大叫一声 然后转身朝着皇城外狂奔去 他们惊恐的声音 在空气中回荡着 可林浩岂能让他们离开 只见他右手朝着虚空一抓 一股无形的力量充斥在周围 手掌轻轻合拢 那些狂奔逃顿的羞 是竟然全部被束缚住身子 啊 该死 放开我 不要 这群羞士不断拼命挣扎 可是在林浩那无形力量的禁锢之下 他们哪里能够抵挡 短短一刹那功夫 他们就全部像是被提线木偶似的 被禁锢在半空 根本无法逃脱 随后用力一捏 周围的空间仿佛受到一股力量 瞬间变得扭曲变形 这些被控制住的羞士 身躯顿时爆炸 炸成血沫 洒落在地 眨眼间 地面上便被染红了一大片 此刻的林浩就宛如战神降临 无敌于世 望着被染红的地面 林浩表情没有丝毫波澜 依旧冰冷如寒霜 他的目光忽然看向某处虚空 也不知发现了什么 随后又是一拳轰出 毫不犹豫地静止轰向那里 轰隆 虚空仿佛被他的拳头瞬间撕裂开来 露出一道黑暗的裂缝 一股凶猛的能量从中喷涌而出 犹如黑暗之龙般扭曲肆虐 裂缝越来越大 就在虚空要完全破碎的时候 一声轻笑忽然从那裂缝之中传来 有点本事 竟然能发现我的存在 不愧是能覆灭两大圣地的强者 话落 只见裂缝之中缓缓走出来一人 他身穿一袭黑袍 血红色的长发随风飘荡 脚下的步伐不疾不虚 一步步踩在虚空之中 就像是闲庭漫步 一般朝着林浩这边走来 自我介绍一下 在下乃是中周碧落黄泉天的天主楚南风 今日是为至尊骨而来 楚南风淡淡开口 声音飘渺如鲜 但却带着一股令人无法拒绝的魔力 林道友 久仰大名了 楚南风微笑望着林浩 目光温润 给人一种如沐春风之感 他的声音仿佛像是来自遥远的天国 如同一阵清风拂过耳畔 让人感到无比的舒适和安宁 听着他的声音 皇城内所有人的心中涌起一股奇特的感觉 仿佛被他的话语所感染 心神被牵引着 一些实力低下的舞者 甚至在听到他的声音之后 竟然忘记了动弹 双膝跪地 虔诚的匍匐在地 只不过 当看到此人身影的一刹那 林浩目光立即变得冷峻下来 楚南风也不介意林浩的态度 继续微笑道 林道友 至尊骨乃是难得一见的无上至宝 不少人都会寄予 不如交给本作如何 本作保证 只要你愿意交出来 你便是避落黄泉天的长老 待本作突破之后 天主之位就是你的 届时 本作会亲手帮助你 冲击圣人王 甚至更高境界 如何 楚南风微笑望着林浩道 闻言 林浩则是抬眼看了楚南风一眼 嘴角露出一抹饥讽笑容 他的眼神冰冷而锐利 仿佛透过楚南风的表面 看到了他内心深处 他知道 这个所谓的避落黄泉天天主 绝对不是表面上 看起来那么善良和温和 毕竟在这个弱肉强食的世界上 不是你吃人 就是人吃你 哥 身后 林熙瑶伸手拽了拽他的衣角 有些担忧地看着他 林浩拍了拍妹妹的肩膀 安慰道 放心吧 一切有鸽在 说完这句话 林浩便扭头看向楚南风 语气冰冷地吐出一个字 滚 听到这滚字 楚南风脸上的笑容 渐渐收敛了起来 取而代之的 则是一种阴森与冷寒 他的眼神变得凌厉 如同一柄锋利的利刃 直视着林浩 呵呵 看来是谈不下去了 既然如此 那本作只好先杀了你 再拿至尊骨 说完 楚南风忽然发黄 全身的气势骤然爆发 如同一颗炮弹般 朝着林浩冲了过去 又长一台 五指成爪状 狠狠抓向林浩的脖梗 他速度极快 几乎一瞬间 便冲到了林浩境前 手掌之上的真气波动 更是恐怖异常 就在他靠近的那一刻 一个淡黑色的防御罩 陡然形成 名神守护 轰隆 楚南风一爪狠狠抓在防御罩上面 可怕的攻击将那防护罩打得剧烈震荡 但却没能够伤及理 编得林浩分毫 嗯 有点手段 他眉毛微微挑起 似乎没想到 林浩的反应居然这么迅速 哼 又是一声怒吼 楚南风周身的真气 疯狂汇聚到拳头上面 猛然砸出 死吧 一拳轰出 带着毁灭之势 他的拳头犹如一颗炮弹 急速飞驰而来 带着狂风和能量的呼啸声 狠狠撞在了林浩释放出 明神守护荡起阵阵连衣 但却依旧没有碎裂掉 就在这时 林浩出手了 只见他右手猛地抬起 拳头上凝聚出一团洁白无瑕的灵力 这股灵力散发着圣洁的气息 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光芒力量 就像是来自远古天堂 天堂神拳 拳势犹如一颗坠落的流星 带着破灭的气息 朝着楚南风轰来 整个空间仿佛都为之颤动 被这股恐怖的力量所撕裂 楚南风眼神一凝 察觉到了林浩拳头上凝聚出的洁白光芒 所蕴含的可怕威势 这一拳的力量已经超越了大圣 达到了圣人王境界 楚南风不禁心中一惊 他不敢大意 赶紧催动体内全部的真元 抵挡这一拳的袭来 碰 全境碰触楚南风的真元屏障之时 一股恐怖的冲击波 以林浩和楚南风的中心点扩散开来 楚南风身子连退数百米 方才停下 他满脸骇然盯着林浩 眼睛里露出了浓浓忌惮之色 难怪可以覆灭东荒两大圣地 这份实力确实非同一般 虽说大圣巅峰距离圣人王境界 只有一步之遥 可其中差别犹如云泥 哪怕是最普通的圣人王 一招就足以秒杀任何大圣巅峰的修饰 呵呵 越来越有意思了 楚南风舔了舔嘴唇 双眸泛出精芒 盯着林浩道 话音落下 他脚尖在虚空中轻轻一点 整个身体化作残影 再次冲了上来 竟然化作一道道的幽魂 那些幽魂密密麻麻 每一道都拥有圣贤禁的实力 数量更是多达上千道 他们咆哮嘶吼着 带着无尽的凶利之气 齐刷刷地冲向林浩 楚南风 这个来自于中周碧落黄泉天的天主 终于施展出了他的压箱底功法 天魔鬼舞 据说 这是一门圣极极品的魔道功法 一旦施展的话 可召唤出上万头圣极以上的幽魂 但是修炼的方法有为天和 需要炼化人的灵魂 吸收其生命精华 然后通过秘术 将其转变 成为幽魂 从而使得这幽魂具备强悍的战斗能力 碧落黄泉天 名字虽好听 可在中周 却是属于一方魔道势力 门内弟子经常以活人修炼 林浩看着这铺天盖地的幽魂 随后伸手 向虚空一点 请客间 天空乌云密布 雷霆闪烁 一朵庞大至极的劫雷漩涡赫然出现 吃啦啦 那巨大的雷霆漩涡 带着毁灭气息 轰隆隆从苍穹降临 天地变色 电闪雷鸣 无穷无尽的闪电 在这天空之中翻滚 咔嚓 紧接着 一道水桶妖搓的紫色闪电 滑破苍穹 狠狠披向了那扑来的上千头恶魂 雷霆致阳致刚 是世间一切污秽邪碎的克星 当那道紫色闪电滑破苍穹 披向上千头恶魂的瞬间 整个天空仿佛都被照亮了一般 吃啦啦 闪电与恶魂相撞的瞬间 所有恶魂发出凄厉的尖叫声 瞬间被雷电击溃 化为乌有 电芒在空中纵横交错 恶魂的惨叫声 回荡在整个皇城上空 楚南风瞪大眼睛 目睹自己的幽魂 被零号一道紫色闪电全部拼灭 你 该死 竟然是九霄神雷 咔嚓 忽然 又是一道闪电劈落下来 这道闪电 与之前的紫色闪电有所不同 曾照耀整个天空 楚南风眼瞳默然一缩 这闪电的威力比刚才的还要恐怖 不仅蕴含着至阳至当的气息 还附带着一丝鲜雷的霸道 这种力量 即便是圣人王也不愿硬扛 所以 楚南风当机立断 猛然捏绝 嘴里念叨出来晦色皱纹 嗡 一片漆黑的鬼雾 突然从楚南风体内涌现出来 在这黑雾的包裹之下 它的身躯 慢慢变得虚无缥缈起来 仿佛是隐藏起来了一般 轰 天空上的金色闪电瞬间降落 狠狠批在那漆黑的鬼雾上面 砰砰砰 一道道乍响声传遍四野 黑雾看起来诡异至极 竟然承受住了 灵号那恐怖的雷电一击 并未彻底消失 楚南风身影显露出来 望着半空中若隐若现的闪电 宁笑道 小子 本座承认是低估了 你 不过 也到此为止了 他说话之际 浑身爆发出一圈圈黑色符纹 这些符纹缠绕在他全身各处 在那符纹出现的刹那间 楚南风身上的气势节节攀升 一直暴涨至圣人王四阶的程度 方才 停歇 这一刻 他的修为终于完全展露了出来 他的身上黑色符纹闪烁着奇异的光芒 如同一道道恶魔的纹身般 勾勒出他那猙獰的轮廓 黑雾缭绕着他的身躯 散发出一股令人窒息的邪恶气息 他的眼眸变得心红 充满了狂傲和杀意 仿佛此刻 他已经化身为一个无法被抵挡的恶魔 咔嚓 哄 一道道金色闪电 狠狠地劈在楚南风的身上 发出一声声惊天动地的轰鸣 整个天空都被这股力量所震撼 仿佛要被撕裂开来 然而 楚南风的身躯却屹立不倒 他的黑雾抵挡住了金色闪电的侵袭 并没有在雷电攻击之下化作飞灰 下一秒 一柄黑油油的剑人 从他掌心之中飞出 那是一把剑 漆黑如墨 散发出阴森寒意 这一刻 天地骤变 一股滔天煞气 从那剑体之上轰鸣而出 使得周围万物颤抖 仿佛连灵魂 都在这可怕的戾气之中 瑟瑟发抖 魔兵 这是一柄圣极魔兵 楚南风冷哼一声 手握长剑 对准那雷霆之海 就狠狠地挥去 吃了 一条数十米长的黑色剑气 横跨长空 展向雷霆海洋之上 碰 这剑气跟雷霆碰撞在一起 顿时激荡出一阵刺目白光 紧接着一圈圈 涟漪扩散出来 砰砰砰 一块块剑住残骸 被卷进了这些白光之中 瞬间被绞成粉末 随后化作尘埃飘扬 楚南风对着雷霆咧嘴一笑 右脚重踏地面 冲天起 刷 剑任舞动 黑色剑气疯狂肆虐 将天空中的乌云斩灭 最后朝着雷霆席卷过去 雷霆眼神冰冷 接着双手一拉 做出搭剑的姿势 咻 弓弦被拉动到极致的声音 伴随着一抹寒光 射向那冲过来的黑色剑气 叮 两者相交 居然发出金铁交鸣的铿锵声 只见楚南风手中的魔剑 被神怒之剑轻松击碎 而且 神怒之剑携带着强大的反弹力 朝着楚南风呼啸而去 什么 楚南风脸上浮现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这是什么神通 竟然如此的怪异 轻松破掉他的圣极魔兵 给我破 没有多想 他手指朝着天空猛点 漫天黑气凝聚 形成一道巨大无比的掌印 碰 两股能量碰撞在一起 顿时掀起了一股剧烈波浪 另一边 一双手掌凭空出现 朝着灵溪摇抓去 哈哈 至尊骨是我的了 剑状 楚南风脸色微微一变 该死的 竟然有人想抢他的猎物 这绝对不行 放肆 找死 他怒吼一声 手持魔剑朝着来人斩下 哄 剑气横罐数百里 将虚空都切割开来 一道身影 便出现在灵溪摇身旁 这是一个老者模样的男子 身穿一袭黑袍 透出一股若有若无的邪恶气息 这一股气息深沉如海 赫然达到了圣人王境界 在感受到来自楚南风的剑气威压之后 老者眼睛眯了眯 抬手就拍出一张 碰 两股恐怖力量碰撞在一起 老者的身躯微微一致 但很快就恢复正常 随后他看向楚南风 目光之中泛出冷光 如果不是这家伙的话 恐怕刚才他已经得手了 何九竹 原来是你这个老东西 楚南风怒视着眼前的老者 眼中闪过一丝警惕和厌恶 何九竹 一个在邪道中声名狼藉的存在 他以残忍和邪恶的手段来修炼 专门吞噬别人血肉 精华 实力提升极为迅速 在中周被称为血氏尊者 刷 这时 林浩瞬间出现在他面前 猛然抬起拳头 一拳轰击出去 这一拳如同天外陨石 散发着炙热的气息 带着毁灭一切的力量 迅猛无比地向何九竹砸 去 嗯 好快的速度 何九竹在惊讶的同时 也抬起了右臂 他那枯瘦干瘪的右臂上 肌肉粉起 布满青筋 宛如一根根蚯蚓爬动 他右臂猛然一甩 一股更加磅礴的力量 朝着林浩的拳头迎了上去 轰隆 双方碰撞 爆发出来一团恐怖的刚气余波 登登登 何九竹身形倒退几步 右臂之上的衣服 寸寸崩裂 露出其上的皮肤 这皮肤呈现古铜颜色 上面布满密集的血痕 很是恐怖这小子的实力古怪 你们还要看到什么时候 何九竹稳住身形后 突然扭头贺问了句 在何九竹喊完之后 突然远处的虚空中 又出现三道身影 为首的那位老者 虚发皆白 但浑身散发着无尽杀戮气息 宛如一位盖世魔君 让人不敢靠近 分毫 另外一名老者 则是勾搂着背 浑浊双眼泛着绿光 拐杖 却散发着射人的幽兰光泽 让人心惊 再往后的一人 则是一个中年男子 身材魁梧 浑身散发着狂野气息 这三人的实力 赫然都是在圣人王静见 先一起出手解决了这小子 等拿到至尊骨之后 再商量怎么分 何九竹在说完之后 率先一步冲上前 他左手捏动法觉 一个诡异的血红色图案凝结出来 请客间 四周响起了无数厉鬼丝毫声 这声音如同阴冷的寒风 带着无尽的恐怖和死亡气息扑面 哄哄哄 一个接一个猙獰无比的凶魂 从那血色法印中冒了出来 他们形态各异 有的长着锋利的牙齿 有的身上缠绕着毒蛇 有的则浑身覆盖着黑色的煞 气 这些凶魂发出阴森恐怖的嘶吼声 声音犹如地狱中的恶鬼在咆哮 他们的目光冰冷无情 充满了对生命的渴望 和对死亡的掌控欲望 这些凶魂如同来自地狱的使者 带着血腥和死亡的气息 缓缓漂浮在空中 他们的存在 让周围都变得阴森恐怖起来 林熙瑶的脸色微微一变 他能感受到 这些凶魂身上散发出的邪恶气息 让人不寒而栗 哥 放心 没事的 林浩似乎是感受到妹妹的紧张 轻声细语道 听到林浩的安慰 林熙瑶内心莫名平静不少 何九竹在召唤出这些凶魂之后 嘴角勾勒一丝弧线 姐姐姐 这下看你还能怎么办 杀了他 随着何九竹一声令下 那些凶魂全部朝着林浩扑来 林浩站在原地 没有丝毫害怕和紧张 在那些凶魂即将临近之时 他默然挥手 一道道闪电从他体内涌现而出 劈啪 一道道闪电劈出 这些闪电仿佛拥有灵性一般 瞬间化作万千雷莽 朝着那些凶魂撕咬过去 吃辣的一声 林浩挥舞的闪电劈出时 每一道闪电都如同一道灵力的刀锋 割破了黑暗中的凶魂 那些凶魂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 燃烧的黑烟弥漫在空中 渐渐消散 一时之间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腐烂味 闻起来令人作呕 看到这一幕 刚才出现的那三人当即选择出手 那名须发揭白的老者 眼中闪过一丝冷酷的光芒 他猛然抬起手掌 无形的力量如飓风般涌现 瞬间将周围的空间扭曲起来 与此同时 另外 那名勾楼老者 身子突然暴涨数倍 眨眼间就化作一具高达三米的巨人 浑身散发着浓 众血腥气息他手中的拐杖 猛然刺进大地 轰隆 地动山摇间 一个土黄色光圈出现在林浩身旁 那光圈之中 散发着一股奇特力量 在这一刻 直接禁锢住林浩所在范围内的空间 最后 那位中年男子身上 也笼罩着一层厚重煞气 只见他手中提着一把漆黑大刀 狠狠地砍 出 扑驰一声 刀光落下之际 整片空间都被划开一道口子 林浩周围的空间猛然传来嗡鸣 仿佛整片空间都要碎掉一般 这一刻 就连何九竹也再次出手 只见他身上的气势猛增 双手掐掘尖 无穷血雾在半空汇聚 凝聚成一条 足有五丈之长的锯 行雪胶 雪胶争鸣咆哮 带着滔天煞气 朝着林浩呼啸而来 可惜 他们遇到的是林浩 面对着四名圣人王强者的攻击 林浩的眸子里除了淡漠 便只有冰冷的杀意 他双手不断捏起法绝 一个又一个符纹在他身前形成 而后凝聚出一方神印 上面刻画诸天二字 诸天神印 一枚古朴的神印 悬浮在他面前的虚空之中 散发出无匹压迫之感 仿佛能够压他苍穹 破 遂规则 在这诸天神印祭出的一刹那间 一股毁灭性的威压降临下来 林浩的身体 仿佛承受着无比巨大的力量 衣袍被吹得烈烈作响 他的身影在威压之下显得威 不可见 但却扭曲了周围的空间 咻 诸天神印飞尸而出 神印一出 顿时天昏地暗 仿若末日降临一般 轰隆 和九竹他们的攻击 在诸天神印的碾压下 根本无法阻挡 顷刻间崩溃瓦解 而且 那诸天神印速度极快 在崩碎周围的空间之后 依旧以泰山压顶之势 直冲他们 去 不好 那名持刀的魁梧男子 惊呼一声 右手握刀 猛然斩向虚空 轰隆 虚空阵战 刀芒爆炸 想要摧毁那诸天神印 但那神印威压太强 竟然硬生生地 将他的攻击给粉碎 碰 诸天神印轰地 砸在那魁梧壮汉身上 那魁梧壮汉胸口凹陷 吐血道飞出去十几米远 另外几人见状脸色大害 纷纷施展出 各自的术法神通 一道道术法 在这空间中爆炸 但很明显地可以看出来 在这诸天神印面前 他们的攻击显得太弱了 诸天神印碾压一切 无论是任何法术 兵器 只要碰触到这诸天神印 皆会被碾压粉碎 轰隆 一方偌大的神印 从天而降 宛如陨石坠落 狠狠砸向了何九竹 何九竹眼瞳露出金锯 身体快速后退 那庞大的神印落地之处 地面坍塌 一道深坑赫然呈现出来 吼 突然 一声怒吼响起 何九竹再次召唤出一条巨型血胶 血胶争鸣 咆哮着张开大嘴 朝着灵号吞噬过来 哄 两箱撞击 一团火花出现 然后一股巨大的反噬力量 震荡开来 何九竹挖地喷出一口鲜血 身体被那反噬力量 给震得连续倒退数百米 而在他的脚底下 更是留下数条 清晰可见的军裂痕迹 其余几名强者 同样也被这反噬力量 震得吐出鲜血 这还没完 灵号随即欺身而上 一掌拍出 恐怖的阴阳二气 环绕在他掌心之中 阴阳二气一出 整个空间都被冻结 何九竹挤人的行动 变得慢了一分 就在这一刻 灵号已经冲到他们进前 手指点出 阴阳二气凝聚成两个金色光柱 直奔那四 人而去 轰隆隆 阴阳二气瞬间穿透四人防御 击中他们的胸口 使得四人齐刷刷地喷出一口鲜血 身子如炮 但斑摔向后方 死 灵号一步踏出 左右拳头齐齐打出 两拳出 虚空颤抖 一道黑色龙形拳印 一道青色虎形拳印 交缠在一起 形成龙虎拳印 带着无尽杀意 狠狠地轰向四人 这一拳下去 哪怕是他们拥有 圣人王境界的修为 估计都难逃灰飞烟灭的下场 眼看灵号的攻击即将落下 突然 何九竹怒吓一声 右手一抓 从怀里掏出一块玉牌 那玉牌上面 鸣刻着诡异的符纹 散发出无穷的鬼酷狼嚎之音 似乎能够射走人的心魄 而且 上面还隐约传来 尸骸哀嚎声 让人听了毛骨悚然 拿出这玉牌之后 何九竹立马用力捏碎 咔嚓 玉牌崩裂 一道道肉眼看不到的 波纹涟漪从玉牌上扩散而出 瞬间覆盖在这方圆 千丈范围之内 当这玉牌上的连衣波纹 覆盖住这片空间的一刹那间 一阵阵凄厉至极的乌叶声音 传遍着方空 尖 紧跟着 在何九竹的操控之下 这方圆百丈的范围之内 漠然间凭空冒出一尊尊骷髅 这些骷髅 一共有九尊 每一尊骷髅的身上 都散发出强烈的怨恨与死亡气息 他们生前全部都是活物 被何九竹墙 形炼制成了师奴 而且 这些师奴的实力 竟然都堪比大圣镜后期 九尊师奴刚一出现 便立刻扑杀向灵号 面对这些师奴 灵号目光之中 毫无情绪波动 抬手便是一记诸天神印 轰杂而出 碰 诸天神印 轰在最先扑杀而来的一尊 大圣镜师奴的脑门上 那尊大圣镜师奴 虽然乃是由师傀炼制而成 但他终究是死物 此刻在遭受到诸天神印轰击 这句师奴顿时发出惨叫之声 接着 他那腐烂的曲窍之上 更是冒出滚滚浓郁至极的尸毒 而且 他浑身上下的骨骼竟然开始 寸寸碎裂 见状 剩下八尊师奴顿时疯狂嘶吼 他们挥舞爪牙 一起朝着灵号冲来 轰隆 诸天神印再一次碾压下来 漫天的规则光芒 瞬间淹没了八具师奴 吼 八具师奴惨叫一声 身上的尸毒全部化作浓水 而他们本就已经枯瘦僵硬的身体 也开始逐渐甘点扑吃 随着尸奴被毁 一股反噬的力量瞬间涌上心头 和酒竹不经喉咙一甜 喷出一口鲜血 要知道这些尸奴被他以心头血炼制 一容俱容 一损俱损 如今被灵号毁去 他怎么可能会 好受 就在他快要坚持不住的时候 不远处的魁梧男子 与其余两名老者相视一眼 忽然三人同时咬 破舌间喷出一口精血 落在自己手中的法宝上 嗡嗡 三件古朴的法宝 闪烁出刺目的光泽 紧接着便看到三道璀璨光束 从法宝之中击视而出 形成一道光幕 笼罩在他们周身 嗆 刀身出鞘的声音 骤然响起 只见魁梧男子手腕一翻 祭出了一柄 足有三尺长短的银白弯月刀刃 弯月刀刃之上 流淌出阵阵寒霜 散发出令人窒息的冰冷刀锋 这把弯月刀刃出现的刹那 他身上的威压暴涨 啥 魁梧男子手臂一甩 那弯月刀刃直接脱离而出 那弯月刀刃在脱手而出之后 立刻幻化出数十道刀影 如同一轮弯月板 斩向灵号 与此同时 那两名老者也全力催动手中的武器 两道璀璨光芒 如同流星划破虚空 一个是蓝色的雷电剑光 一个则是绿色的毒拐杖 呼啸朝着灵号袭来 望着这三道恐怖的法宝袭来 灵号却丝毫未动 他依旧站立原地 抬起一根手指 朝着虚空轻描淡写的点下 轰隆隆 那虚空之中 仿佛被他一直点碎苍穹 一抹紫芒划出虚空 瞬间出现在半空之中 接着 一声轰鸣传来 只见天空炸裂开 无边的紫色雷霆 像是一座巍峨山巒 猛然落下 砰 雷结 在这一刻 所有人脸色巨变 因为在灵号点落的那一刻 天空之上 竟然出现了密集的雷结 无数的雷云 遮蔽天日 密密麻麻的闪电 云汇聚越多 雷结的威力也越加强 喊 他叉 伴随着一道粗达机米的雷狐劈来 哄 雷结劈在那三名强者寄出的法宝上面 请客间 三件法宝同时粉碎 而那些堪比大圣进后期的尸馈 同样也被那雷结劈成渣子 这一切 不过只是 发生在眨眼间 扑斥 四人同时吐出一口鲜血 身上的气息萎靡了许多 显然 四人刚才为了催动法宝对抗雷结 已经耗费太大 而此时 零号仅仅用了一招 就灭掉了他们的法宝 甚至连那四位强者 自己都重伤不已 远处的楚南风看到这一幕 瞳孔猛然一缩 整张脸都惊骇欲绝 还好 他刚才没有出手 要知道 雷霆是这天地间 最制杨志刚的力量 同时也是他们魔道邪修的克星 尤其是眼下零号召唤出来的雷结 简直比普通的杜结天雷 还要恐怖十倍 百倍 就连楚南风自己 也不敢妄言 能够应接下这种程度的天雷 正当楚南风震惊 零号所展露出来的实力的时候 突然他脸色微变 因为零号的目光 此时竟然转移到了他的身上 不好 话语落下 楚南风率先化作一道黑烟消失 朝着远处逃顿 想走 零号冷哼一声 抬起右手一抓 只听嗖嗖两道破空声音传来 一个须弥大手印朝着他抓来 楚南风感应到身后传来破空声音 赶忙回头 怒喝一声 双掌拍向须弥大手印 哄 两人碰撞在一起 只见楚南风的身体倒飞出去 嘴角溢血 而他的须弥大手印则只是颤抖一下 继续朝着他拍 楚南风脸色巨变 急速捏绝 黄泉天怒 彼岸降临 随着咒语出口 一条流淌的黄泉之河 从他的脚底蔓延出来 将他的身体完全包裹起来 这黄泉之河带着无尽阴森鬼气 仿佛真的是传说中地狱的黄泉河水一般 就在零号的攻击落下之时 黄泉河水哗啦啦地朝着大手印涌了过去 试图抵挡大手印 结果 却被零号的虚弥大手印直接穿透过去 扑驰一声 虚弥大手印狠狠拍打在楚南风胸膛上面 楚南风一声闷哼 身体横飞出去 重重摔倒在地上 砸出一个巨坑 另一边 黄城之外 不知在何时 虚空中竟然出现一道道身影 他们看着黄城内的战斗 脸色都露出凝重的神色 一个个沉默不语 好 好强 这时 其中一个满脸落腮胡的壮汉 喃喃低叹了一声 这位壮汉 赫然也是一个圣人王境界的大能 堂堂四尊圣人王境界的至强者 竟然不敌一位出身东荒蛮夷的大圣 若非亲眼所见 我等 根本不信 旁边的一个老者也是摇头唏嘘道 这零号的实力 果然如传闻中的这般强大 看样子 他所修炼的功法品阶不低 根本不像是东荒之地 可以诞生的功法呀 莫非 他得到了什么传承 一个老狱猜测道 在这二人身侧 还有着四十多个 浑身充斥着滔天气息的人影 静静助力 这些人 清一色都是大圣经的强者 甚至还有数位圣人王 不出意外 他们都来自东荒之外的其余四语 除了他们之外 更遥远处的高空之上 还隐藏着十余名 浑身散发着恐怖妖气的强者 这些身影 每一尊都拥有着媲美圣人王的气息 甚至有的 比圣人王境界还要恐怖 呵呵 这场大戏 真是越来越热闹了呢 就在这时 一个浑身缭绕着浓烈妖气的女子 咯咯笑着道 她虽然蒙着脸 但身材却极为性感火辣 身后披肩长发 随风摆动 隐隐看见一根洁白如雪的尾巴 她站在高处 俯视着皇城之内 在她身边 则是站着五道身影 这五道身影 皆是浑身散发着滔天妖气 而且 这五人的妖气之中 都有着一种 让人心悸的血腥味 这么多年过去了 人族还是改不了内斗的毛病 真想不明白 人族天生如此雷若 竟然还能和我等古族争锋 屹立在这天地间 那名女子咯咯娇笑 一双狭长凤眸 盯着下方的皇城之中 其实她说的一点都没错 人族在出生之时 手无腹肌之力 弱小得如同蚂蚁一般 不像他们这些古老种族 一出生便能拥有着翻江倒海 移山填海的恐怖力量 可即便是如此 人族在这千万载岁月的征伐与杀戮之中 竟然仍然存在了下来 并且在这世俗凡尘之中 建造了一座座城池和各大宗门 这一切都源于人族得天独厚的天赋 可以通过后天修炼来增强自身 甚至超越他们这些古族 所以这也是各大古族针对人族的原因 人族号称万灵之首 因为他们崛起的速度太快了 文言一位浑身笼罩在黑雾中的强者 但莫开口道 天地钟爱人族 给予了人族无限的鸡缘 可人族却不懂得珍惜 总是喜欢内斗相互残杀 以前如此 现在更是如此 难道你们真的觉得 人族可以做到永恒长存吗 这方天地 终究是属于我等古族的 在他们说话间 皇城内的战斗也进入到白热化阶段 只见楚南风浑身衣服碎裂 胸膛上出现一个巨大的窟窿 该死 楚南风挣扎爬起来 擦拭掉嘴角处的鲜血 可还没等他喘息片刻 灵浩的身影再次出现在他面前 猛的一拳打出 碰 一股磅礴的元气涌出 直接将他再次击飞 扑吃 连续两三口 溺血喷涌而出 楚南风的眼神惊骇至极 当即顾不了那么多 赶紧从那戒里取出一枚疗伤丹药 塞进了嘴里 可饶是如此 他体内依旧受损严重 短暂时间内很难恢复战斗力 楚南风心头震撼 抬头朝着远处望去 那里 灵浩的身影已经消失不见 仿佛融入虚空一般 无声无息 嗡嗡 下一秒 半空中瞬间凝聚出一柄百丈长剑 那把剑通体银色宛如水晶打造 上面流光一彩 充满了毁灭性的威压 斩 灵浩冷烈的声音传遍八方 伴随着一字落下 咻 这柄蕴含着无尽剑意的银色巨剑 骤然朝着楚南风轰沙而下 楚南风咬牙怒吼 啊 刹那间 滚滚黑烟在他身后浮现 形成一尊庞大无比的猙獰魔影 那魔影伸出利爪 狠狠拍 向灵浩 当 一声脆响 楚南风的攻势被银色巨剑一剑斩断 那巨剑携带着无穷无尽的威压 轰隆隆继续砸下 将整 各地面都给阵裂开来 咔嚓一声 那魔影被一剑劈中 当场暴碎扑磁 楚南风吐出一口精血 灵浩乘胜追击 身影又突然的出现在楚南风的面前 不好 逃 逃啊 灵浩 今日之仇我记住了 楚南风吓坏了 转身便跑 可刚走出两步 一道冰寒刺骨的剑芒 穿透了他的腹部 吃了 剑芒划破他的腹部 顿时露出森然白骨 剧痛席卷全身 令楚南风差点昏厥在地 但 这还没完 又一道璀璨剑芒 从天而降 何九竹 你们还在看什么 再不出手 我们都要死在这里 楚南风惊惧嘶吼道 听到楚南风呼喊 远处的何九竹等人终于动作了 刷 何九竹身影冲天 右手捏绝 朝着林浩隔空打出一掌 那是一个血红色的剧长 遮蔽苍穹 朝着林浩震压而去 另外一侧 那两名老者 同样施展竖法 两道诡异的黑色符纹 瞬间凝聚 携带着滔天魔气 同时袭向林浩 林浩面容平静 只见他单手 朝着前面一挥 轰的一声 那道由他催动而出的银色剑芒 瞬间变得璀璨无比 一箭扫过 咔嚓 那道血红色的剧长 顷刻崩溃炸碎 同一时间 那两道青黑色符纹 凝结而成的攻击 也瞬间崩溃 砰砰砰 何九竹 楚南风 还有另外的两名老者 同时遭遇剑芒波及 纷纷惨叫一声 口中狂飙鲜血地 横飞出去 他们四人联合围攻林浩一人 竟然都败了 而且败得非常彻底 林浩目光淡漠 整个人悬浮半空之中 结束了 话音落下之际 只见林浩扬起拳头 一道金色泉硬轰鸣而出 砸向了楚南风等人 轰隆隆 金色泉硬碾压虚空 如陨石坠落 不 给我挡住 楚南风等人惨叫一声 可却无济于事 肉身当场崩溃 仅剩下几缕神魂 仓皇逃顿而出 林浩双手掐绝 朝着他们神魂所在的虚空一案 刹那间 朱天神印再次凝聚 神印降临 镇压天地 哄 数到七粒惨叫声传出 下一秒就看到楚南风等人的神魂 直接灰飞烟灭 皇城之外 那些四域的强者 在看到这一幕时 无不到吸一口冷气 楚南风 堂堂避落黄泉天的天主 实力突破圣人王晋界多年 可如今却在林浩的手里 连还手余地都没有 就被斩灭了 此次 太恐怖了 众人心颤道 就在这时 那些古族强者中有人开口道 诸位 接下来到我等出手了 大家各凭本事 我族只要混沌雪罢了 也好 语音落下 一股股滔天威压 从他们的身上释放出来 足足有上百位大圣 二十多尊圣人王 恐怖的气息 瞬间惊动整个东荒 无论是正邪两道 都能够清晰感知到这股气息 这是 古族 远处的四域强者们 纷纷脸色大变 能拥有如此恐怖的实力 除了古族之外 还能有谁轰 就在他们震惊之余 下一刻 只见百余明的古族强者 直接出手 朝着皇城内的灵溪摇抓去 一股又一股恐怖的威压 弥漫在天地间 皇城内无数人在这强大威压下 如同烟花一般爆炸开来 找死 就在此时 林浩眸子闪烁出一抹杀机 右脚踏出 身躯直射高空 随即猛地一拳轰出 双拳之上 闪烁着耀眼的洁白光芒 如同浩月 带着毁灭的威力 与古族强者的攻击撞击在一起 轰隆隆 惊雷滚滚 以两者对碰的位置为中心 整个皇城区域的建筑全部崩塌 化为废墟 一切皆毁 甚至 天地都为之震动 林浩大手一挥 将妹妹带到皇城外的安全区域 避免她被余波殃及 同时 她浑身爆发出一股股浩瀚真元 化作护盾 笼罩自己和林熙瑶 哥 林熙瑶翘俏脸担忧至极 站立在林浩身边 别怕 有哥在呢 林浩温柔笑着摸了摸妹妹的脑袋瓜 说完便将目光看向远处 闻言 林熙瑶乖巧地点了点头 羞羞羞 此刻 天空之上 只见上百道身影 快速朝着林浩这边逼近 每一个都散发出 让人窒息的磅礴气息 清一色的大圣镜 除此之外 还有二十多尊圣人王境界的智强者 每个人都形态各异 或是背声羽翼 或是浑身磨艳缭绕 有的下半身 则是粗壮的蛇身 他们屹立在虚空之上 散发的气息 让周围的空间仿佛凝滞滞一样 这时 一名长相妖娆魅惑的狐族少女 忽然看向林浩瑶 一双狭长凤眸中 闪烁着异样的光芒 她的身材很火辣 特别胸口更是傲然挺拔 只不过 最显著的 还是那一条虎尾巴 她赤着双足 雪白的肌肤晶莹剔透 美妙无瑕 这就是那位觉醒了 至尊骨和混沌血的小姑娘 倒是长得蛮漂亮的嘛 狐族少女看着林浩瑶开口道 声音酥媚至极 她的身边 其余古族强者 也都一个个盯着林浩瑶 目光中泛着贪婪和炙热的光泽 仿佛这一刻 林熙瑶在他们眼中 就是世间珍宝一般 这位小郎君 只要你交出至尊骨和混沌血 奴家可以满足你的一切要求 忽然 那名狐族少女 又将目光看向林浩 眨了眨眼睛 抛着眉眼道 她的声音中带着一种魅惑 若是换作任何男子 早已经被迷醉 唯独林浩 面无表情地盯着那狐族少女 哼 我说小狐猎 你少在这里卖弄你的魅惑之术 这时 一位背声双翼 应手人身的谷族强 则忍不住冷哼道 他的声音如红中大驴 震撼人心 小子 你是乖乖地交出至尊骨 还是要五等亲自动手 至尊骨和混沌血乃是无上至宝 不是你等弱小的人族可以拥有的 实相地就将东西交出 否则 羞怪五等不客气 这些谷族强者 一个个怒吼出声 浑身澎湃汹涌的气势 使得这片虚空都隐隐颤抖 就在这时 他脑海中忽然响起一道机械的声音 兵 检测到宿舍正面临抉择 系统发布选择任务 选择一 交出至尊骨和混沌血 获得九尾天狐女仆一个准地级攻法 六道轮回拳 一 不 选择二 做事不管 视而不见 获得攻法 遮天九密 准地兵一饼 选择三 反杀所有古族 获得随机抽取一饼 集到地兵 地级攻法 天杀剑绝 一步 只听系统的声音 忽然在林浩脑海中不断响起道 林浩先是愣了一下 自从前些天绑定系统后 系统已经很久没有出现了 没想到现在 竟然冒出来三项选择任务 系统 我选三 对于系统给出的这三个选项 林浩根本就不用想 直接选择了第三个 丁 选择成功 奖励正在发放中 紧接着 林浩就察觉到 一阵阵庞杂讯息 进入自己的脑海 那些信息赫然就是系统发放给自己的奖励 第级下品攻法 天杀剑绝 另一边 一众古族强者 看见林浩并没有理会他们 心中顿时怒意翻腾 该死的蝼蚁 我等再跟你说话 你耳朵龙吗 小子 看来不给你一点厉害尝尝 你还真的以为咱们古族好欺负了 看到这 一名尸鼻阔嘴 长相争鸣的古族巨汉 立笑一声 抬手 祭出一柄黑色重锤 狠狠杂象 林浩 嗡嗡 这黑锤刚一祭出 便绽放出璀璨黑芒 带着一层恐怖的压迫力量 砸向林浩 可惜 就在这黑锤刚刚落下之际 一道淡漠无比的声音 传遍了全场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在我面前大放厥词 想死的话 我成全你 伴随着这道冰寒彻骨的森然声音 漠然间 林浩体内冲出万千剑芒 那些剑芒 宛如利剑一般刺破苍穹 直接斩向了那名尸鼻巨汉 剑芒划破虚空 带着一连串呼啸的声音 转瞬就到达尸鼻巨汉的眼前 吓得那尸鼻巨汉赶紧 收回黑锤抵挡 可是 哪里抵挡得住 扑斥一声 那剑芒穿破尸鼻巨汉的防御 静止刺在他的胸膛上 鲜血标剑四方 他惨嚎着道飞了出去 摔在数百丈开外 这一幕出现 所有人都梦了 谁也没有想到 面对他们这么多的古族强者 林浩不仅丝毫不拒 竟然还敢率先动手 简直是不把他们放在眼里 一时间 所有人都愤怒起来 包括那些古族的圣人王强者 好胆 小子 既然你找死 那老夫就成全你 杀了你之后 再挖出至尊鼓 随着一声声幕后 刹那间 所有古族强者顿时大怒轰隆 漫天威压铺天盖地席向林浩 林浩依旧面容平静 冷酷站在原地 死 一个阴厉沙哑的声音突然响起 就见一名浑身漆黑如墨 被生两条黑蛇的古族老狱 猛然出手 它是来自古族之一的黑水玄蛇族 实力更是在圣人王境界 一掌暗下 滚滚乌云密布 使天地变色 这一掌似乎斜卷滔天灭绝之意 几乎能够毁灭整个虚空 一股恐怖至极的圣人王威压 充斥在上面 让这片虚空都微微扭曲起来 而感受到这恐怖力量袭来 林浩终于缓缓抬头 她的双眼深处 由金色光滑闪耀出来 一股磅礴浩荡的气势 在此刻骤然从她体内爆发而出 瞬间笼罩八荒入合 她双手快速掐绝 轰隆隆 天幕中雷霆滚动 乌云密布 紧接着 苍穹之上 一道粗打几十丈的紫色雷霆 直接朝着那老玉的攻击而来 九霄玉雷诀 咔嚓 轰 一声轰鸣传来 老玉的脸色巨变 直接那道紫色雷霆披落下来 两者碰撞在一起 瞬间炸裂 形成恐怖至极的冲击波纹 席卷 八方 她的那道攻击 直接崩溃 化作虚影 消散在天地间 而零号施展出来的九霄玉雷诀 却仍旧未停止 直奔老玉而来 咔嚓 又是一道雷霆披落下来 这次的雷霆 更加粗壮恐怖 带着毁天灭地的气息 像是要把整个世界 都给劈碎一般 死 这时 老玉背后的两条黑蛇 齐齐发出尖锐思鸣 他们身上释放出滚滚妖气 同时张口喷出两团黑雾 与那紫色雷霆撞击在一起 砰 两道妖雾湮灭 但那紫色雷霆 也在此刻烟消云散 可是 就在雷霆消失的一刹那 一抹幽光 从那雷霆之中击视而出 瞬息而至 定睛一看 赫然是那两条黑蛇 吐出的两颗毒牙 此物乃是两条黑水玄蛇的獠牙 堪称 是这俩畜生最强大的武器 甚至连大圣镜 都不敢轻易 硬抗 雷霆眼睛微眯 右手往虚空一抓 一柄由真气凝聚而成的长剑 便出现在手中 剑芒凌冽 一剑横扫而出 砰 两颗獠牙硬生断裂 化作尘埃 那两条黑水玄蛇 立刻发出痛苦的嘶吼声 显然 毒牙被损 对于他们也造成了难以磨灭的伤害 而这边的雷霆 则是一击之后 立刻再毒一连 挥出三剑 一剑比一剑惊鸿 一剑比一剑霸裂 三道恐怖剑芒 如同三条蛟龙 疯狂朝着那个老玉轰击而来 这一次 其余古族也都坐不住了 只见一位圣人往往前踏出一步 周身黑色妖元弥漫 直接化作一道黑芒冲天起 挡在了那老玉前面 轰隆 他一拳打出 迎战零号那恐怖剑芒 砰砰砰 剑芒与拳硬交织在一起 爆发出一阵剧烈的振战 可当他这一拳 与那三道剑芒触碰的一刹那 他的脸色微微一变 因为他清晰感知到 那三道剑芒之中蕴含的剑意 竟然完完全全碾压了他 让他的整个右臂 都隐隐颤抖起来这时 那名胡族少女 涂山月柔看了看零号 凤眸中泛出一抹异彩 而后他扭头看向身旁的那五道身影 开口道 几位长老 你们也一起出手 是 这几位是涂山月柔的母亲 九尾天狐一族组长 派来保护他安全的胡族长老 每一位的实力都在大盛巅峰 除非是遇到圣人王强者 否则 涂山月柔绝不会出现半分危险 听到涂山月柔这么说 这五名胡族长老立刻身影一晃 朝着零号冲来 零号眼神淡淡望着这五人 目露一抹寒光 下一秒 他动了 刷 他一步迈出 脚下生风 身形宛如流星 急掠而过 哄 五名胡族长老各自运功法术 朝着零号攻来 结果 零号根本懒得跟他们废话 手中剑芒翻涌 剑指虚空 猛地一剑斩出 刹那间 整个天空好似都暗淡下来 唯有那一道璀璨无比的银色剑芒 撕裂虚空 斩向他们 枪 当 伴随着一连串清脆响声 那五名胡族长老仓促抵挡 可还没等他们做出任何反应 零号已经栖身而尽 死 冰冷无情的一字喝出 零号浑身爆发出滔天杀鸡 这股杀鸡太浓烈了 以至于在他靠近这些胡族长老的瞬间 他们五人竟然感觉仿佛置身于尸山血海当中 千军一发之计 寿命太古皇族的圣人王强者 在这一刻齐齐出手 他们的速度快到极致 只能看到一道残银闪烁而至 下一秒 瞬间寄出了自己的法宝 一件金黄色的巨斧 一根碧绿色的狼牙棒 以及一根青铜 棍 这些法宝 结实在圣兵级别 而且品质相当高 尤其是那青铜棍乃是用天外云铁炼制而成 重达十几万斤 此刻被那太古皇族强者祭出之后 合力催动那件青铜棍 顿时 青铜棍上面浮现出密集的符文 而后一道恐怖的光幕笼罩向灵号 哼 灵号冷哼一声 手握虚空之剑 一剑斩下 那道恐怖的虚空剑气 带起万丈剑气 轰然将那青铜光幕给斩破 咔嚓 一声刺耳的军烈之音传遍全场 只见灵号手中 此刻已然断裂 半空中 书剑法宝飞快掠过 叮 地兵抽取结束 恭喜宿主获得几道地兵 朱仙剑 就在这时 他脑海中响起系统的声音 文言 灵号眼前顿时一亮 来得好 正好可以试一试 系统刚才奖励的天杀剑决的威力 究竟如何 想到这里 灵号突然抬手一招 一柄通体呈现青铜色的三尺长剑 凭空出现 这长剑上面 雕刻着诸多灰色难懂的古怪符文 一出现便散发出惊天动地的恐怖剑气 仔细去看这长剑 上面还转刻着几个古谱大字 朱仙剑 朱仙剑几道地兵 出自遮天世界 乃是由灵宝天尊所锻造而成 拥有朱仙路神之能 威力 无穷 灵号握住朱仙剑的那一刻 一股恐怖的杀伐剑意 从朱仙剑上传递而来 吃拉一声 灵号持剑一甩 一道璀璨剑光 骤然闪耀而起 剑意冲天 在这方圆百万里之内传荡开来 隐得天崩地裂 虚空踏陷 仿佛整片天地 都要被灵号的朱仙剑 给斩成粉碎似的 浩墙的剑意 这 这难道是 太古皇族之中 有强者感受到这股剑意时 瞳孔骤然一缩 忍不住惊骇地 看向灵号手中的肠 剑 帝兵威亚 死子手中拿的是什么东西 怎么会有如此可怕的帝兵波动 其余强者也都察觉到 那股冲天剑意 同样也是一个个满脸骇然 帝兵 那可是 只有传说中的大帝至尊 才拥有的法宝 哪怕是他们这些圣人王强者 也不曾拥有 如今竟然出现在他们的面前 至宝 这可是比至尊谷 更加珍贵稀少的至宝 哈哈 小子 把你手里的那柄帝兵交出来 老夫饶你一命 这一刻 所有太古皇族强者 贪婪地看着灵号手中的朱仙剑 甚至连 站在最前方的那几位圣人王 也都眼睛放光 毕竟 帝兵 那可是传说中的东西 若是能够掌控一柄帝兵 简直是堪称无敌 可是 灵号又岂会把这朱仙剑轻易交出 只见他冷笑一声 想要帝兵 好啊 那我就送给你们 说吧 他举起手中的朱仙剑 将体内真气全部注入其中 而后狠狠一挥 嗡鸣 一声尖锐刺耳的剑鸣之声炸响 紧接着 只见灵号的身体周围 一圈圈的虚空连衣荡漾而出 一道道剑气 一朵朵莲花绽放 但却充斥着毁灭气息 这种毁灭气息足以湮灭一切 不好 快躲开 退 那几名圣人王强者 虽然心中寄予朱仙剑 但此刻在那些剑气浮下出的时候 他们也全都纷纷退彼 可是 他们还是低估了朱仙剑的威力 只见那毁灭性的剑气 如同狂潮 顷刻间席卷了方圆百万里的虚空 然后朝着这些太古皇族的 强者汹涌而来 啊 其中一些退得较慢的太古皇族强者 在触碰到这些毁灭般剑气的时候 只来得及惨叫一声 身体便被绞成了血污 剩余那些修为稍微高一点的 也是一个个口吐鲜血 被剑气伤到 该死 好霸道的剑气 一起出手 众人齐齐怒吼一声 各施手段 轰然朝着林浩袭来 而面对这么多强者攻击 即便是以一条六的情况之下 林浩也绝不含糊 杀 他怒吼一声 手中朱仙剑横扫 一道惊天剑红呼啸而出 扑扑扑 漫天剑气纵横 这一刻 天地之间的杀鸡 被诸仙剑所释放出的剑气牵引 化作滚滚剑气浪涛 朝着太古皇族的圣人王强者 淹没而去天发杀鸡 一心一袖 这就是天杀剑爵的强悍之处 天地杀鸡汇聚成剑 再配合上林浩如此逆天的修为 这一剑足可毁天灭地 刹那间 方圆百万里的空间 全部变为了战场 而在这战场中央 只见林浩手握朱仙剑 宛如剑仙降临一般 他手中剑芒翻转舞动 一道道璀璨剑芒 如雨滴坠落 每一次坠落 必定会收割掉一名太古皇族强者的性命 紧紧眨眼间 就是二三十名太古皇族强者 在林浩朱仙剑下陨灭 血藤缠绕 只听一个壮汉大喝一声 忽然双臂猛然挥起 他身后竟然生长出无数藤腕之条 这些藤腕呈现血红色 不断疯狂地伸展延长 像是无数根绳索似的 瞬息间便将方圆数千米 内的天空给遮盖住 然后就看那些藤腕之条 飞速地朝着林浩缠绕过来 林浩抬头 冷哼一声 雕虫小技 也敢扳门弄斧 破 随着林浩手中猪仙剑再次一展 恐怖剑光直接撕裂虚空 当场将那巨大的藤腕之条切碎 而后 林浩脚步往前重踏一步 手持猪仙剑 再度朝着那壮汉杀来 血藤盾 一声爆喝 只见那壮汉的胸口位置 突然鼓胀起来 紧接着从他体内 钻出无数条血色的荆棘 这些荆棘 粗有障许 密密麻麻 铺满虚空 它们一出现 便立刻疯狂扭曲如动 形成一堵墙壁 挡在了那壮汉身前 林浩目光一眯 手中猪仙剑再次展落 一连两剑 当 猪仙剑斩在这血藤之上 爆发出刺耳金属焦鸣声响 那血藤表面 竟然闪烁出一层淡淡血光 可依旧无济于事 仍旧被林浩一剑给砍断 然后 朱仙剑继续斩向那壮汉 啊 我跟你拼啊 壮汉怒嚎一声 浑身气势猛涨 手中血藤更是散发出 阵阵诡异波纹 他竟想硬抗林浩这一 剑 噗 一声闷响传来 血光乍现 这壮汉 终究还是扛不住 朱仙剑的锋利 那并剑 在斩断了血藤的阻拦之后 最后一缕风锐剑意 仍旧是 穿透他的肉身 将他整个人劈 成了两半 连同神魂在内 彻底被朱仙剑给湮灭 一剑斩杀圣人王 至此 一尊圣人王境界的太古皇族强者 陨落当场 另外一边 其余那些围攻林浩的太古皇族强者 则全都震害了 他们本以为 自己这群人联手 就算不能把林浩斩杀 也能够将林浩打伤 甚至重创 却不曾想 竟然还被林浩反杀一尊圣人王 结结结 当真是一出好戏啊 忽然 不远处的虚空中 传来阴森笑声 这笑声刚落 就见一片黑云从天边涌来 仔细观察才发现 那哪里是什么黑云 分明是一团团滔天的魔气 这些魔气遮天蔽日 笼罩八荒 而且那魔气之中 隐约间竟然还可以看到 无数的妖兽鬼物 以及人类的骸骨 很显然 这些都是由万族生灵死后的尸体 经历无尽岁月之后 所凝裂而成的魔气 在这股滔天魔气中 一道身影若隐若现 那人影站在那魔气之中 身材魁梧 他浑身披挂着漆黑铠甲 脸庞上闪烁着 新红色的诡异符纹 站在那的时候 犹如山巒一样 此人一出现 四周虚空之上 顿时弥漫出一股浓郁煞气 不少太古皇族强者看到他时 顿时倒吸一口冷气 竟然是他 他是魔族十几万年前 就成名已久的圣人王 朱利安 库珀 这个疯子怎么来了 此刻 这就是众人心中唯一的念头 朱利安 库珀 魔族至强者之一 在十几万年前的那个时代 实力就非常恐怖 据说 当年他曾以一己之力 独占七大圣人王强者 以自身重伤为代价 斩杀五人 重伤两 人 这等赫赫凶名 让整个天荒古界都记忆深刻 此后 这疯子就再也未曾露面 如今谁也没想到 这库珀竟然在这种时刻 清零东荒 只见库珀魔尊站在虚空之中 目光淡漠地望着灵号 本尊此行是为至尊骨而来 没想到 竟然还有集到帝兵这样的意外惊喜 很好 为了感谢你给本尊奉献一柄帝兵 可以去死了 话音落下 库珀魔尊抬起手掌 朝着下方一压 紧接着 就看那原本覆盖住灵号身体周围 方圆万米的滔天魔云 突然开始迅速凝聚 话做了 一道遮天手印 望着那遮天手印 但他却并未逃离 而是紧握着朱仙剑 迎面朝着那遮天手印冲去 朱仙剑气纵横 剑气所过 虚空寸寸崩溃 而灵号的剑翼 也早已超越了这片虚空 这片苍穹下 他一人一剑 傲然一力 破 一字出口 朱仙剑的恐怖剑威 与那酷破魔尊的魔气手印 碰撞在一起 轰隆隆 恐怖的乍响传遍八方 那遮天巨手印在朱仙剑气下 寸寸崩溃 灵号则趁着这功夫 手持朱仙剑 七十二上 朝着酷破魔尊一剑劈下 枪 剑鸣声响起 朱仙剑释放出来的剑气 如同一条咆哮怒龙 瞬间将那酷破魔尊 吞噬在当中 结结结 来得好 结结 来得好 只见他一拳轰出 无尽的滔天魔气绽放而出 带着恐怖的天魔之力 朝着灵号碾压而下 天地万物皆为蝼蚁 而等蚂蚁 也敢妄图与本尊争锋 死 酷破魔尊一拳轰击 刹那间 天昏地暗 日月无光 这一拳的威力 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灵号感受到一股无边的压力 仿佛整个世界都在崩溃之中 他周围的空间 被巨大的魔气波动所束缚 仿佛一道无形的屏障 将他困在了其中 让他感觉至 身于一个迷宫般的 易次元空间中 灵号环顾四周 只见魔气如浓雾般弥漫 迷离的光芒在其中闪烁 这些魔气 充斥着恶臭的气息 仿佛是无尽的黑暗 与邪恶凝聚而成的 酷破魔尊的眼神中 闪烁着疯狂和傲慢 他的拳头无限接近灵号 仿佛要将它彻底粉碎 但就在这时 那些弥漫四方的 无穷无尽魔气 在这一刻 忽然剧烈收缩起来 就像是一个漩涡 一般 直接缠绕住灵号 要将它彻底撕裂 进入到这魔气 漩涡之中 都会被这无穷无尽的魔气 搅碎躯体 撕裂神魂 直 智灰飞烟灭 灵号眸子中精芒暴射 盯着面前那巨大无比的 魔气漩涡 忽然他手腕一抖 诸仙剑发出阵阵 嗡鸣声 呛 一道剑鸣响彻八方 这剑鸣声宛如红中大缕 震龙发聩 紧接着 便看见诸仙剑骤 骤然爆发出 无数丈常的璀璨光芒 在这光芒照耀之下 灵号整个人似乎变得飘 描起来 又如九霄神灵一般 高高在上 俯视着酷破魔尊 一条金色剑光 宛如九天银河 划破虚空 刺向那魔气漩涡之中 嗤 剑鸣如红 金色剑气 刺进魔气漩涡之中 刹那间 那魔气漩涡 竟然像是被扎破了气泡一般 开始寸寸崩塌 而随着那些魔气消散 一抹亮丽至极的剑光 直接穿透魔气 展向酷破魔尊 苍汪汪 一声清脆声音传来 而后 一道淋漓到无法言喻的恐怖剑翼 骤然出现 轰 整个空间都被这剑翼 给切割出一条沟壑 剑状 酷破魔尊眼中闪烁着兴奋之色 嘴角更是裂开一抹凝笑 他双臂一张 顿时 滚滚魔气如潮水般翻腾出来 化作一层又一层的魔浪盾牌 挡在他的身 前 而他的身体 则是快速膨胀 化作了一具百丈磨蛆 浑身皮肤成黑紫色 每一块肌肉球结骨 气 尤其是额头中央处 还长着一只猙獰的树桶 闪烁着嗜血残忍至极的星红光芒 他一步踏出 脚下踩爆虚空 化作一道黑芒 朝着灵昊冲来 轰隆隆 恐怖的巨浪席卷天际 眨眼间 二人已经碰撞在一起 灵昊一剑挥斩而出 恐怖的剑气 如海啸般呼啸肆意 而另一边 酷破魔尊 则是全身爆发出滚滚魔焰 在那魔焰之内 他的全境霸裂至极 宛如一 刻燃烧着火球的陨石 砸向灵昊 轰轰轰 一连串爆炸震战声音 从这俩人交战的地方爆发 一朵朵蘑菇云升腾而起 无边的能量波动 更是肆虐着苍穹 甚至 就连这方圆千里的地狱 都出现了一道道恐怖的军烈纹路 不远处 一众太古皇族强者 看着灵昊跟酷破魔尊拼命厮杀 他们将目光看向灵溪摇下一刻 纷纷化作流光朝着他掠去 面对至尊骨和混沌血这样的诱惑 他们怎么可能做得住 如今 灵昊被酷破魔尊拖住了 这正是他们的机会 只要第一时间抓走灵溪摇 那他体内的至尊骨和混沌血 不就是他们的囊中之物了 一想到这里 这些古族强者 便在南岸那心中贪婪 丫头 乖乖交出至尊骨与混沌血 一名老者怪笑着朝着灵溪摇飞来 只见他伸出枯瘦如柴的手掌 就要朝着灵溪摇抓过去 找死 灵昊目光一冷 可还没等他出手阻拦 酷破魔尊便朝着他一拳轰来 小子 你和本尊交手 竟然还敢分析 未免也太不把本尊放在眼里了吧 轰隆隆 酷破魔尊一拳轰出 恐怖的魔器化作一座魔山 狠狠朝着灵昊轰击过来 灵昊脸色微微一寒 却并未躲避 挥舞着手中的朱仙剑 屡屡剑一弥骂出 汗天动地 一剑斩出 一道璀璨剑影出现 剑影与魔山撞在一起 两股力量同时湮灭 轰隆隆 两人交手 恐怖的愚微瞬间爆发出来 这一刻 几十位古族强者同时出手 他们的目标都是朱仙剑 要知道 急到帝兵的诱惑 比至尊古要大得多 于是 灵昊一人独自抗衡几十名强敌 实力最弱的都是在大圣境 简直害人听闻 小子 受死吧 一名身材矮胖至极的古族强者 宁笑一声 右手猛然抬起 朝着灵昊拍来 他的手掌上 覆盖满了黑绿相间的灵片 这些灵片如同利刃 在阳光照耀下 折射出孙寒的幽 光 一爪落下 虚空震战 这爪印刚一落下 灵昊立即察觉到 那爪印之中蕴含的恐怖力量 哼 灵昊怒哼一声 一剑劈下 剑气纵横 可怕的剑气如刀锋一般 斩在那爪印上 咔嚓一声 那爪印当场断掉 而灵昊的剑气 却依旧视如破竹 继续斩向那矮胖男子 那矮胖男子 根本没料到 自己的攻击竟然被灵昊轻易破掉 顿时大吃一惊 身影急速倒退 而灵昊却趁此机会 身形如电 一跃而起 直奔那矮胖男子而去 噗 朱仙剑带着万军雷霆落下 瞬间将那名矮胖男子 劈成两半 啊 矮胖男子惨叫一声 便陨落当场 而另外几个古族强者 看到这一幕 都是脸色一变 温温 突然 灵昊全力爆发出 大圣巅峰的修为 滚滚真元如同风暴 席卷四周 他手上的朱仙剑 更是释放出滔天煞气 一股股无匹剑意 笼罩在周围 天地间充斥这股浓郁无比的剑意 在这剑意之下 所有的古族强者 都露出金剧神情 天发杀鸡 星宿一味 而这 赫然就是天杀剑绝 一剑出 引动天地间的无尽杀鸡 星宿显化 日月沉沦 而灵昊此时 就如同一尊剑仙 手持诸仙剑 傲力苍茫之间 一道道剑气纵横四射 所过之处 虚空都留下了一条条深邃剑痕 仿佛连天都可以斩碎 死 灵昊怒吼 抬手一指 咻 一道惊鸿剑气 撕裂虚空 带着毁天灭地之威 直逼所有古族强者而来 恐怖的剑意自冲云霄 哪怕是在数万里开外 都能感受到 那种毁天灭地的恐怖 所有古族强者 皆是面色一变 望着那惊鸿剑气袭来 该死 浩强的剑意 轰轰轰 所有古族强者同时出手 他们各失绝技 轰向那一道惊鸿剑气 刹那间 整个天地之间 都被各种恐怖术法光芒占据 那些术法光芒 互相交错在一起 让人看得眼花缭乱 但饶尸这么多古族高手 同时联合 竟然也抵不住 林浩那恐怖的一剑 吃拉一声 惊鸿剑气滑开虚空 直接将所有古族强者的攻击打散 然后继续朝着其中一名古 族强者刺来 啊 惨叫一声 一名古族强者 被那惊鸿剑气 穿胸而过 身子瞬间爆开 紧接着 又是几名古族强者遭劫 在林浩那恐怖的一剑之威下 身子崩溃 死的不能再死 一剑斩杀七名古族强者 而且每一位罪弱 都是在大圣境 剩余的那些古族强者 看到这一幕 皆是胆寒至极 齐刷刷地朝着远处逃顿而走 他们虽然觊觎至宝 可终究还是惜命 毕竟活着才有希望 而若死了 说什么都晚了 看到这些古族强者逃窜 林浩目光冰冷 既然出手了 那就都去死吧 话语说完 林浩抬脚迈步 他手中的朱仙剑骤然脱离 化作一道金红剑光 朝着其中一名古族强者 追逐而去 那名古族强者 仓皇转身 祭出一件盾牌法器 盾牌法器 乃是一块青铜巨盾 巨盾迎风便掌 足有百丈大小 挡在他的前面 阻挡那道金红剑光 砰的一声闷响 那面盾牌 被金红剑光一击之下 直接炸裂成粉末 那名古族强者 当场喷出一口鲜血 然后身子宛如炮弹一样 砸入地底 眨眼消失在视线范围 那一切都发生得很快 仅仅三西罢了 就有八名太古皇族的 大圣强者陨落 此时 其余那些太古皇族强者 全部惊悚在原地 一个个脸色铁青盯着灵昊 灵昊则是一扫众人 他浑身杀气腾腾 手持着朱仙剑 屹立在虚空之上 另一边 方才想出手 擒下灵溪瑶的 太古皇族强者 此刻也都停了下来 目光惊惧地看着灵昊 一剑斩杀七尊大圣 这还是人吗 哪怕是寻常的圣人王 恐怕也做不到这一点吧 灵昊冷眼环顾四周 尤其是那些 想要对灵溪瑶动手的 古族大圣 更是被他看得心神俱颤 一群废物 这时 库珀魔尊不屑地看了一眼他们 嘴角露出一抹鄙 他们害怕灵昊 可他不怕 灵昊的实力越强 他就越兴奋 毕竟难得可以和强者交手 他巴布的战斗更激烈一些 魔族生性好战 雙眸闪烁幽光 猛然间朝着灵昊冲来 再来 库珀怒喝一声 一拳出手 顿时天地间滚雷般 传来阵阵咆哮 他的身影瞬间化作一团魔影 与此同时 他拳头上的魔光 更是暴增十倍不止 一股浓郁至极的魔气 从他身体之中涌现而出 他的拳头 就像是一颗陨石 带着呼啸的镜 风 直奔灵昊而来 灵昊冷哼一声 手握朱仙剑 猛然朝着库珀魔尊 一剑劈去 扑刺 剑光锋利无比 一剑斩出 仿佛连虚空都能给砍破似的 可库珀魔尊 却是丝毫不拒 他的拳头上 燃烧出汹汹魔焰 直接硬汗而上 砰的一声 两人的攻击 狠狠撞击在一起 一圈又一圈恐怖的波浪 瞬间扩散而出 震慑得整个天地 都为之颤抖 痛快 库珀魔尊狂笑一声 忽然身躯扭曲 他的身体像是水流一样 在空中不断蠕动 眨眼功夫 他的身影突然出现在灵浩身后 接着他右拳一握 直接一拳打出 轰隆隆 一股滔天魔煞之气席卷 这股气势 让人骇然 即便是灵浩在感应到 这股魔煞气息之后 也不由得眉毛一条 因为这气息赫然超越了圣人王 甚至 已经隐隐触碰到了准地镜 在感受到这股气息时 灵浩手中的朱仙剑 发出低鸣之音 像是感应到敌人气息强悍 正未知 兴奋似的 随着朱仙剑 发出阵阵嗡鸣 下一秒便脱手而出 化作一道惊鸿剑光 与那酷破魔尊厮杀到了一起 一道道魔气 一道道仙异剑光 在半空中疯狂撞击 就在这时 灵浩猛然催动体内的灵力 他手指不断掐绝 在自己的胸前 画了一个繁杂印记 同时嘴唇微张 地狱之门 起 刹那间 整个空间开始摇晃 只见天空突然阴暗 大地也开始颤抖 一座漆黑庞大的大门虚影 缓缓出现在零号背后 这大门巍峨壮观 散发出古老荒凉的气息 它横跟于苍穹之上 足有千丈 嗯 这是何物 看到这座门户浮现 所有太古皇族 强者的瞳孔一缩 目光全部投注在了 那座门户之上 这座门户出现之后 立刻弥漫出一层 又一层诡异莫测的气息 在其门飞的顶端 还有一颗颗 硕大的鬼手嵌入在上面 这些鬼手看起来争鸣恐怖 像是被封印在地狱中的恶鬼一般 地狱之门 神像镇玉镜中记载的 无量召唤之法 施展之后 可以破开异度空间 连接传说中的地狱卫面 凝聚出一扇魔科悬门 召唤强大魔 神化为自己麾下 随着这座庞大至极的地狱之门出现 一股恐怖至极的压迫之感 笼罩了方圆百万里 吼吼吼 忽然 一阵阵震耳欲聋的鬼哭狼嚎之声 出现在虚空中 那声音凄厉无比 听闻让人头皮发 麻 下一刻 就见一条条黑色锁链凭空出现 密密麻麻遍布整片虚空 那些黑色锁链的镜头 每一根都缠绕着一道身影 仔细去看 竟是一尊尊被困附在门户之后 的强大魔神 这些魔神身材魁梧高大 形状各异 一眼望过去 足足数百个之多 四 这这这 这些是什么东西 望着天际上方 密密麻麻的魔神 出现在这片虚空 所有太古皇族的强者 全部倒吸一口凉气 最重要的是 这些魔神 每一尊都拥有堪比圣人王修为 而且 他们身上充斥的那种 斜碎至极的气息 让人看一眼 就觉得心计胆寒 杀了他们 林浩站立在那 抬手挥动 刹那间 那密密麻麻的魔神 骑刷刷抬起星红的双眼 望向对面几乎吓尿的 太古皇族强者 紧接着 这些地狱魔神 脉步走出 一尊两尊三尊 短短几个呼吸 这密密麻麻 数不清楚的地狱魔神 便已经将那些太古皇族强者 完全包围住 并且纷纷举起双臂 一副责任御事的模样 见状 他们又岂能坐以待毙 杀 所有太古皇族强者 齐齐寄出自己的法宝 冲了出去 跟这些魔神站成一团 轰隆隆 一场血腥屠戮 就这么开始了 而在远处 那些人族强者 则是一个个瞠目结舌地 瞪着那边满脸亥然 眼前这一幕 简直颠覆了他们的认知 谁也想不到 一个来自东荒满意的 大圣境修士 实力竟然如此逆甜 凭借一己之力 独占上百位太古皇族的强者 其中甚至包括 有圣人王晋介 竟然仍旧不落败 即反而还占据了优势 这特么也太匪一所思了 我的妈呀 这家伙还是人吗 以大圣境修为 竟然可以以一抵百 而且对手 还是来自各大太古皇族 真是火酒剑 在众人议论纷纷的时候 林浩这边的战况 也变得越发惨烈起来 巫神盾 面对着地狱魔神的凶猛攻势 巫族一位圣人王晋介的强者 怒吓一声 直接催动自己的最强防 欲武技 下一秒 他的身前顿时凝聚出一面 土黄色盾牌 散发出厚重如月的气息 咔嚓 只见一尊地狱魔神的拳头 猛地轰击在这面盾牌上 直接蹦践出耀眼的火星 随即 那面盾牌寸寸军裂开来 化作无数残渣四射开来 恐怖的权势继续袭来 砸在这名巫族圣人王强者的胸口 当即便把他胸膛骨骼给砸碎 扑斥 这名圣人王当即吐出一口鲜血 另外一侧 一道巨大斧刃飞驰而来 这次却不是劈砍零号 而是静直朝着一尊地狱魔神匹 去 这柄巨型斧刃 乃是来自另外一名太古皇族强者 那人浑身披着黑甲 宛如山丘一般巨大 身子更是高达数十丈之高 在他的脚下 则是一堆堆的骷髅和白骨虚影 每一具都散发着浓郁至极的死亡气息 一看就 绝非凡品 此刻 他疯狂挥舞手中巨斧 直接斩向地狱魔神的脑袋 碰 一声闷响炸开 那地狱魔神竟然硬生生扛住了此人这恐怖一斧 而后一只利爪狠狠抓向这名圣人王强者的胸口 吃了一声 那圣人王胸口瞬间被撕裂出一道深深的伤痕 鲜血瞬间染红身体 那名圣人王惨叫一声 急速闪退 可没等他喘息一口气 一条条粗大的黑色铁链从地狱之门中伸出 然后将这名巫族强者牢牢捆绑了起来 他想挣扎 可当他刚刚运转灵力 这铁链便猛然收缩 眨眼间 他整个人便如同粽子一般 被禁锢在那地狱之门中 任由他拼命挣扎 也丝毫无济于 强者在此刻惊恐万分地嘶喊着 听到他的声音 巫族的强者根本无暇顾及他 因为在他们的周围 有数尊地狱魔神正疯狂地攻击他们 吼 其中一个地狱魔神张开睁铃大嘴 露出尖锐獠牙 直接喷出一股黑色火焰 那火焰一出现便迅速燃烧起来 眨眼功夫便将一名巫族圣人王给点燃 啊 七力惨嚎传遍八方 那名被点燃的巫族圣人王强者 疯狂挣扎 想要扑灭着黑色火焰 但却根本做不到 很快 那圣人王强者便被焚烧殆尽 化成了灰烬 这一幕吓坏了剩余的巫族强者 包括他们身后的其余太古皇族 皆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见状 巫族长老 乌蛮顿时双目通红 接连两尊圣人王族人陨落 这让他怒恨交加 混蛋 杀巫族人 无要你血债血偿 死 乌蛮怒笑一声 双掌一拍 顿时从他身体内 冒出一层层漆黑的乌纹 这些乌纹环绕在他周身 形成一座诡异法阵 在这个法阵的加持下 他的气势骤然攀升 竟然隐隐超越圣人王 达到了准地的程度 轰隆隆 他一步踏出 直奔林浩来 紧接着双掌一推 滔天的乌纹 化作滚滚黑色雷霆 铺天盖地轰击向林浩 这雷霆上所携带的威压 哪怕仅仅只是一缕 都足以将一名大圣 给碾压成粉末 然而 林浩面对着 铺天盖地的黑色雷霆 他却是连躲避都懒得躲避 只是右手握拳 一缕缕洁白的光芒 环绕在林浩右拳上 下一刻 他猛然一记天堂神拳砸出喷 这一拳与乌满的 漫天乌纹碰撞 顷刻间 一股毁天灭地的波纹 扩散开来 那波纹所过之处 虚空崩塌 大片的空间 在这一拳之下 直接泯灭 刷 这时 一道身影突然出现 赫然是库珀魔尊 只见他身前凝聚出一柄竖砸魔刀 这柄魔刀通体漆黑 魔艳缭绕 散发出毁天灭地的恐怖刀意 库珀魔尊站在魔刀面前 双手掐绝 操控着这魔刀 狠狠一刀劈向林浩 当了 魔刀与林浩的天堂神拳 相互碰撞在一起 爆发出刺耳金属翁鸣 一圈连一从二人之间激荡而出 瞬息间将附近数万米范围内的一切全部湮灭 连同空间都扭 去崩溃 好似天地间的规则都被震撼到一般 另一边 乌满联合十几位古族圣人王 一同出手围杀林浩 轰 一道道璀璨光滑冲天 十几名太古皇族的圣人王一起出手 这是何等恐怖的阵容 小子 去死吧 其中一名太古皇族 祭出一杆长枪 朝着林浩便是一招横扫千军 煞世间 漫天风雨形成一个庞大的漩涡 那漩涡旋转起来 搅动风云 然后化作一道龙卷飓风 带着毁天灭地的气息 呼啸着席卷向林浩 另外 又有三名太古皇族强者 齐齐寄出宝物 这是一件古朴石锤 那石锤迎风暴涨 眨眼之间便化作百丈巨大 它像是流星坠落一般 带着催枯拉朽 破灭万物的气息 直接轰击向林浩 再往后 又是五六位太古皇族强者 施展出各种术法 铺天盖地朝着林浩袭杀而去 这等场景 简直堪称骇人 轰隆隆 密密麻麻的攻击 像暴雨般 向林浩倾袭而下 每一道攻击 都散发着毁灭的气息 林浩身处漫天攻击之中 却显得毫不惊慌 它身上的气势 似乎比之前更加强大 仿佛蕴藏着无穷的力量 一道道火焰球飞来 林浩毫不犹豫地闪避开来 火焰球轰击在地面上 瞬间引燃了周围的一切 将整片土地化为灰烬 它的动作如行云流水 轻松应对着 这铺天盖地的攻击 虚空之上 库珀魔尊手中的魔刀 疯狂舞动着 每一刀都带着煞气和威压 身体更是散发出 强大的魔力波动 仿佛一尊魔神降临凡间 死 库珀魔尊大喝一声 手持魔刀 猛然朝着林浩展来 这一刀 带着无坚不摧 无物能挡的气势 直逼林浩头顶 滚 林浩怒喝一声 手指飞快捏硬 刹那间 他的身体周围的空间 剧烈颤抖起来 无论是虚空还是地面 都被一股磅礴的威压龙 照 只见一个个幽暗的符纹 顿时浮现在虚空表面 最后汇聚成九个 瘦大无匹的巨型符纹 那些符纹悬浮在半空之中 遍布在四面八方 就像是一颗颗星辰陨石 绽放着令人心机的孔 不气息这些符纹 便是神像镇欲镜中最基础 也最普通的封印符纹 封印符纹 乃是无上主宰 为了镇压地狱 从而以天地规则演变成 专用于封印之道 此刻 林浩便施展出此法 准备封锁四周的虚空 而这个封印之法 还有一个称呼 名为 曼陀罗大结界 结界一出 便是诸神牢笼 即便是强如诸神 只要身处在其中 都只能够被囚禁 同时 施展者以双拳各表光明黑暗 共同挥舞之间 演化太极神徒 构筑一方无上结界 动 结一切 结界一出 方圆万里的虚空 瞬间被封印 无论是召唤出来的地狱魔神 亦或者是太古皇族 全部都被禁锢在结界内部 这是 结界 该死的 一同出手 打破这个鬼东西 库珀摩尊一看到 林浩施展出封印法术 当下怒吼一声 他乃是堂堂太古皇族的至强者 如今 一时半会 竟不能解决一个小小的人族大圣 传出去起 不是让外界耻笑 然后 便看到他的魔区 忽然化作了一头 高达百丈的恐怖魔影 这魔人浑身皮肤乌黑 没有任何毛发 唯独露出 猙獰至极的骨骼与肉块 尤其是他额头的犄角 简直像是两根擎天柱一样 立在脑袋上 猙獰可怖 这魔影 便是酷魄的本体 随着他的真正本体显露出来 顿时一股恐怖至极的威压 弥漫了方圆十万米的距离 这威压宛如实质一般 那些太古皇族强者 也都在此刻 纷纷幻化出本体 一个个变成一尊尊恐怖至极的怪物 有浑身身满灵甲的巨大蜥蜴 有身穿仲铠的食人 有浑身燃烧紫盐的巨猿 但无论什么模样 气息都是恐怖到了极点 轰 一名浑身燃烧紫盐的巨猿 脚踩火海而来 他手持战斧 一斧头劈出 竟将虚空撕裂开来 露出漆黑无尽的虚空缝隙 然后这巨猿咆哮 手持战斧朝着灵浩 继续冲伤而来 紧接着 一条浑身燃烧血烟的巨猛 喷吐毒液 张口咬向灵浩 还有一座山岳般巨大的蜘蛛 吐出丝线 缠绕着灵浩的身体 数以百计的攻击 齐刷刷地朝着灵浩轰来 那等阵仗 机遇毁天灭地 望着这些攻击袭来 灵浩脸色平静 眼眸微眯 只见他双拳同时挥动 左右各自打出一拳 代表着光明和黑暗 刹那间 天地震撼 无数恐怖的符文 凝裂而成一个巨大无比的太极图案 出现在灵浩的头顶 然后慢慢旋转 散 发出无尽微压 在这一招施展出的刹那 虚空突然扭曲 紧接着 所有弓向灵浩的攻击 全部都停滞在了虚 空中 仿佛时间静止了一般 喷喷喷 无尽的爆炸声音 响彻苍穹 在灵浩这太极图案的威压下 所有轰来的攻击 全部崩碎掉了 化作无数能量消散 而这仅仅只是开始 随着灵浩太极图形施展而出 又一招心事神通 漠然从他手掌之间涌现 而出 上苍之手 灵浩的背后 赫然浮现出那遮蔽苍穹 宛如天塌一般的巨手 这一掌之力 连绵不绝 宛如苍天道悬 碰 碰 眨眼的功夫 那数十个朝着灵浩 攻过来的太古皇族强者的身躯 竟然全部崩溃开来 数十具残枝断骸 朝着地面坠落 鲜血洒落长空 这一幕 使得所有站在远处观战的修士 全部瞪大了眼睛 他们甚至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更不愿意相信 眼前所看到的这一幕 那么多太古皇族强者 修为最弱的都是在大圣境 可是 这么多太古皇族强者联合在一起 竟然被灵浩一招给秒杀了 该死 怎么会这样 这 这还是大圣巅峰吗 剩余那些太古皇族的强者 一个个惊惧交加 骇然望着虚空中站立的灵浩 就算是酷破魔尊 此刻也不由得瞳孔咒缩 有的甚至已经产生了退却的念头 因为灵浩的实力 完全超越了他们想象 然而 就在他们转身的那一刻 那些地狱魔神便抓住机会 熬笑着扑杀过来 其中一名大圣巅峰的狐族长老 当场被那些地狱魔神 给撕裂成粉末 剩下的那些太古皇族强者 虽然勉强抵抗 但仍旧难以抵御 短短片刻功夫 又有十几个强者 也被撕扯成碎渣 撤 赶紧走 再留在这里 咱们谁也活不了 剩下的太古皇族强者 忠于胆寒 再也顾不得跟灵浩厮杀 赶紧朝着四周逃窜 然而 他们此刻在曼陀罗大结界之内 哪里跑得掉 很快就看到 一尊尊凶猛的地狱魔神 追了上来 不 就啊 一个太古皇族强者惨叫着 试图逃脱 可是他刚迈步而出 一尊地狱魔神便直接出现在他面前 伸手一抓 那太古皇族强者的头 炉 瞬间被捏爆